五十一年将军纠攻函 取阳城附属 斩首四万 攻赵 取二十余县 手辱九万 西州军背秦 与诸侯约纵 将天下锐兵出一缺攻勤 令秦吴德通阳城 于是秦始将军纠 攻西州 西州军走来自归 顿首受罪 进宪齐义三十六成 口三万 秦王受宪 归其军于州 五十二年 州民东王 齐契九鼎入庭 州出王 秦本纪到了这个阶段 就是已经到了战国的时期 基本已经没什么可以讲的了 因为大家都是功成掠地 能多拿地儿呢 就多拿地儿 能多拿城就多拿城 因为大家都在努力的生存 这个时候已经不再讲这个 这个西州以前的那些仁义道德了啊 而且大家之间的也没有像这个西州以前那样的 在一个家长统治之下的这种兄弟观念啊 这个时候家长已经老了 已经啊 自己已经管不了其他的这些人了 所以这些孩子长大了之后呢 就是自己管自己的啊 然后有些孩子呢 还自己称为自己就是跟家家长一样的地位 甚至自己的地位就跟家长呢 是相同的了 已经不承认以前那个周天子 也就是那个老爹的存在了啊 这个呢就导致后来在战国时期各个国家互相之间进行兼并 那么大的兼并小的啊 更大的呢 兼并一般大的 所以兼并来兼并去 最后就剩下七个国家 那么这个秦国呢 就是其中的之一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读这个秦本纪的时候呢 也就不再讲特别多的东西了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些故事呢 很多都会在这个其他的列传呢 在其他的这些本纪里边会出现过 所以我们这里只是按照他原来的文本啊 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去读 把他的意思读清楚就可以了 而且这里边呢 也没有特别多的这个啊 这个生字啊 生词啊 需要解释 相对来说呢 这个译起来还比较简单 只不过呢 就是太史公先生啊 在写这个本纪啊 写秦本纪后半部分的时候呢 他拿到的那个史料啊 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特别真实 有一部分史料呢 明显就是有错误的 而且这个也不知道是因为后世的传钞啊 还是因为太史公本身就是这么写的 有些错误呢 明显就是这个 这个错误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后代呢 有历史学家也在不断的更正 如果要是每个 每个这个 这个值得 有争议的问题啊 都要这样去揪去读的话 那我们这本书可能 读到猴年马月也读不完 所以呢 我们基本读的原则呢 还是按照他原来的文本去读 可能明知道这个是错的 但是呢 也就不再去纠正了 而况且 你也不能够保证 你说的就一定是正确的 就是那些历史学家也是一样 他也不一定就能保证 他说的就一定比太史公说的 就是就就正确就对 所以呢 因为这个争议特别多呀 我们也就只能按照这个原来 他文本这样去写 按照文本这样去读 但总体来说呢 小的这个错误肯定是有的 但是呢 大的总体的方向是没错的 所以我们还是读这个文本啊 这一段呢 我刚才读的这一段呢 在那个周本纪里边 已经讲过了啊 所以我这里边呢 我就稍微讲一下就可以了 已经带过了 如果听过周本纪的这个朋友啊 他这个这一段应该比较容易理解 51年就是秦昭湘王 51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已经是到了昭湘王的这个晚期了啊 你想想他在位就51年 那么他这个时候年龄已经是很老了 而且呢 他那个后任的那个国君呢 就是安国君也是很悲催的啊 因为一直等到等他这个老爹呢 老爹也不死 所以说他就只能一直在那里做太子 所以安国君其实这个时候 继位年龄已经很大了啊 这就导致为什么他他继位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寿命非常短啊 刚继位没多长时间 刚给这个老爹守完桑没多长时间啊 自己呢 自己也就这个驾崩了 也就也就没有了啊 这个呢可能跟这个自己的老爹啊 执政了时间太长 在位的时间太长 也是有关系的啊 昭湘王51年 这个将军揪啊 他攻打韩国 取了阳城跟附属这个两个地方 阳城呢 是韩国的一个县名 在今天的河南省的登峰县的东南 附属呢 是在这个今天河南省登峰县的西南 那这两个这个城市呢 距离应该不是特别远 所以这个江军揪啊 他打起来之后 就是这个两个城市就一窝端了 斩首四万 那么杀了四万的这个韩国兵 攻赵 那么转而呢 这个江军揪又开始攻打赵国 取了赵国二十余个县 手卢九万 这个手跟卢啊 他其实是两个意思啊 手呢 是指砍敌人的这个脑袋 那个头 那个头颅的个数叫手 那个卢呢 是抓活的 那个俘虏没有被砍脑袋的 但是已经投降了 人也没死 这个两个两种啊 加起来一共有九万人 也就是说这九万人里面 是有活的有死的 西州军背秦 那么西州军呢 这个以这个时候呢 就背叛了秦国 因为西州军呢 在整个这个小西州国当中啊 跟秦国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 但是呢 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啊 西州军呢 就开始背叛秦国 估计可能是听了那些 这个纵横家的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蛊惑啊 可能觉得好像 只要大家联合起来 去抗击秦国 那么秦国不是不可战胜的 所以西州军呢 被人家一忽悠啊 也就背叛秦国了 与诸侯约纵 这里的丛呢 是等于那个丛字啊 是通那个 角丝旁 加一个丛 啊 这个合纵跟呃 连衡啊 一直是战国时期的两大主题啊 合纵的目的呢 主要是抗击秦国 就是从南到北的这些国家 比如说从这个赵国 韩国 魏国到南方的楚国 包括西州 东州 这些国家 那么从南到北 这趟下拉起来之后呢 就是为了阻击秦国 不要让秦国过了这个小山跟这个韩国关啊 往东打 这个叫合纵 那么连衡呢 就是指东西联合 这个呢 主要就是秦国跟齐国之间的啊 两两头的两个大国啊 这个互相联合 来破坏这个合纵 那么中间的这个韩国跟魏国呢 就成为了合纵跟连衡的两个非常主要的国家 因为他们这个是处于中心 所以跟这个纵啊 纵向走 他也能走 那么跟这个横向走 他也能走 所以说呢 啊 究竟是合纵还是联合 这两个国家呢 都是根据当时具体的情况来定 那这个时候呢 是属于约纵啊 就是这个从南到北 这些国家呢 联合起来来抗击这个秦国 那么他们呢 是从呃 将天下的瑞兵 也就是说把这些国家的那些主要的 这个能打斗的那些 那个精锐的军事力量 集合起来 出瑞缺攻勤 出伊缺攻勤 这个伊缺呢 是那个伊水上边的一个一个爱口啊 他两边都是山 从那个山那个地方 你是过过来的 你要是想打秦国的话 必须这个顺着这个伊水 然后过这个伊缺 才能出这个伊缺这个关口 然后呢 往西走去打秦国 所以这些兵呢 就联合起来之后 出了伊缺这个关口 去攻击秦国 他们的目的呢 是让秦国不要打通这个阳城 那这个阳城呢 就是这个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城市啊 因为这个地方呢 一旦要是被这个秦国人打通的话 那也就等于约纵呢 这条线呢 已经被这个秦国给斩断了 所以阳城呢 就成了约纵跟连横啊 之间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 一个城市 于是呢 秦国就派这个将军揪啊 去攻打西州 因为西州呢 他不是背叛了这个秦国吗 所以这个将军揪呢 就捎带了 就攻打这个西州 那西州呢 这个戴丸小国 他肯定不是秦国的对手 所以西州卿一看秦国人要打他 他就走过来之后呢 就跑自己跑到秦国去自归啊 就亲自去归顺 顿手受罪啊 就这个顿手就好像磕响头一样 把这头邦邦邦的往地上磕啊 然后跟这个秦王啊认罪 说我做错了 你老是原谅我吧 我当时喝酒喝多了 脑子一糊涂 所以受这些这个纵横家的蛊惑啊 所以我就跟他们走了啊 现在您的这个天兵天将来打我 我怎么能受得了呢 所以呢 我这个亲自给您来谢罪 哎 这样一说嘛 这个鼻涕一把 泪一把 跟这个秦昭王一说 昭昭王嘛 可能年龄也老了 这个对吧 这个可能耳朵也比较软了 一听这个西州军跟他讲 可能就原谅他了 于是呢 这个秦昭王啊 就派这个将军揪 派这个将军揪啊 说这个 你也别打他了 对吧 这个 他反正不是把这个城市都带过来了吗 把36个城 还有这个人口是三万人口 都交给咱们秦国了 就就让就算了吧 所以呢 这个秦昭王呢 就受限啊 就这个受接受了 西州军的奉献啊 归其军于州 把这个西州军呢 又重新派人 把他送回到了这个西州 也就是那个洛阳的王城啊 52年 那么其实呢 到这个时候 西州国呀 就已经等于是灭亡了 等于是被这个秦国给吞并了啊 那么秦昭王52年呢 这个西州军呢 这个西州 西州国的老百姓呢 并没有都跟着这个 这个秦国走 因为只有三万人口去了 那可能还有大量的其他的人口没去 所以这些老百姓呢 就只能往东跑啊 往东跑呢 就是到那个更小的东州国 那么东州国呢 基本还是跟这个秦国是对立的啊 他从始至终都是 都是跟这个东方的这个各个诸侯国 是站在一起的 那么周朝的这些老百姓呢 就就往东州国啊 就开始逃 那么因为这个当年大雨造的那个九鼎啊 是一直在王城那里的 就是在这个西州国控制的 所以呢 这个秦朝呢 这个秦国啊 就把这个西州国的这五九支 象征着天下权力的这个大鼎 就搬到了秦国啊 当然了 这个史实最后可能也不一定是确切啊 有的说这个鼎可能是掉到河里边 可能是沉底了啊 所以这个鼎究竟有没有入秦啊 那这个呢 也是有争议的啊 周初亡 那么等于呢 这个西州国已经啊 其实呢 就是已经已经灭亡了啊 五十三年 天下来宾 为后秦始 为后秦始究乏位 取吴城 往韩王入朝 韩为韩伟国听令 五十四年 王交见上帝于庸 五十六年秋 昭乡王族子孝文王立 尊唐八子为唐太后 而和其葬于先王 韩王催迭入调词 诸侯皆使其将相来调词 是丧事 秦朝相王五十三年 也就是到了秦朝相王的末尾了啊 天下来宾啊 天下所有的这些人啊 基本都来到秦国表示臣服啊 天下来宾啊 魏国呢 就是来晚了 魏后呢 就是魏国也是来朝见 但是他来晚了 可能在道上耽搁了 那么秦国人就认为 魏国你心不成 大家都来早了 就你来晚了 你迟到了 你肯定是心里对我有想法 你还不是特别服气 于是呢 这个秦国呀 就派这个将军揪 就讨伐魏国 取了魏国的吴城 这个吴城呢 是魏国的一个城市的名啊 吴城也称鱼 就是那个虎字头 加一个吴字的那个鱼 也就是这个禁县宫 甲鱼灭国的那个鱼啊 它的地点呢 是在山西的平路县的北边 把这个鱼吴城呢 就给拿下来了 韩王入朝 韩魏国听令 那么韩王呢 也到秦国来朝见啊 韩魏呢 魏国听令啊 整个魏国都交出了国家 把整个国家交出来 来交给秦国 来听秦国的命令 54年 也就是这个秦昭相王 54年的时候 秦昭相王呢 举行了一场祭祀 是祭祀这个上帝 也就是天帝啊 他地点呢 是在雍这个地方举行的 雍呢 因为他是秦国的旧的这个首都啊 就是现在的那个陕西省的宝基市 在陕西省宝基市 也就是当时的雍 在这个城市的南郊 举行了祭天的典礼啊 这个呢 就是秦昭相王可能也觉得啊 自己这个来日无多了 那么趁着自己呢 还这个还活着的时候 那么就是祭祀一下上帝啊 也是对上帝的一种这个啊 一种啊感谢吧 那么56年秋啊 昭相王呢 就这个死了啊 他的儿子呢 孝文王就当了秦国的这个国君啊 孝文王呢 就是后来的那个安国君啊 这个呢 太子呢 也是做了多年啊 即位的时候 其实他年龄也已经很大了啊 尊唐八子为唐太后 而何其丧于先王 这个唐八子呢 是这个 是 是 孝文王的妈啊 是孝文王的亲生的母亲啊 他呢 在秦国 在这个 秦昭相王的后宫呢 也是这个 也是属于八子的这个地位啊 跟那个原来宣太后 在那个秦桧文王的后宫里做八子啊 这个地位是一样的 叫唐八子 因为他自己当上了这个秦国的国君 所以尊呢 追尊自己的母亲啊 是太后 而且把自己的母亲呢 跟自己的先王合葬在了一起 当时呢 这个秦国的这个后宫啊 他这个嫔妃名啊 是有很多的 你像这个夫人啊 当然这个王后应该是是是最高的啊 然后下边这个有这个夫人 有美人 有两子啊 还有这个八子 七子 这些的这些号 反正就跟那个 就反正每个号 他都是有不同的级别啊 这个有级别是有高低的啊 那这个八子呢 就大概差不多吧 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他是相当于那种 就像这个千夫长百夫长 那里边那个千夫长差不多啊 这个从将军以下到什么 这个到千夫长百夫长啊 到到这些 他不是在军队里边 他也有这个 不同的这种军阶嘛 那么在这个后宫里面 其实也是一样的 这些夫人啊 美人啊 良人啊 八子啊 其实也是不同的等级啊 所以呢 这个能看出来 孝文王他妈 也就是这个 唐夫人啊 这个仓服啊 进行调这个 这个入调词啊 就调这个 呃 祭奠这个 这个秦昭相亡啊 诸侯皆使其将相来调词 那有些诸侯呢 不是亲自过来的啊 但是也都派人过来了 事丧事丧事啊 事丧事呢 就是这个参与秦国 办这个秦昭相亡的丧事啊 那这个事呢 就是这个办理的意思 孝文王元年 赦罪人 修先王功臣 饱后亲戚 持愿诱 孝文王除丧 十月己害 即位 三日 辛丑足 子庄相亡历 孝文王元年的时候呢 他这个一上台 那么肯定要做一些 这个让老百姓喜欢的事啊 他的第一件事呢 就是赦免罪人 原来那个在上一届 国军啊 那时候犯下的罪的那些罪人 关在大牢里边 那么新的这个国军上来之后呢 他们就赦免这些罪人啊 不管你犯什么罪了 全部把你们放出来 修先王功臣啊 这里的修呢 可以理解成是亲近啊 就是对这个先 昭王时 秦昭相王时代的那些功臣 该给封赏的 但是没有给封赏的那些呢 统统给补偿 所以这里的修呢 你可以理整修补 你比如说像白起 因为白起在这个活着的时候啊 他这个战功捉住啊 但是呢 他这个也是不得好死 被人家给 被这新昭相王给赐死了 那么等他的儿子 秦昭文王即位之后呢 对白起这些人呢 重新进行这个弥补 但是人已经死了 你怎么弥补啊 所以只能是追加封赏 这个原来白起死之前 都已经变成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了嘛 那么重新再把他原来的那些封号 再给他追加上 其实呢做这些啊 意义主要就是给活人看啊 这个叫修先王功臣啊 宝后亲戚 宝后呢 就是褒奖啊 优待也来的这些亲戚 石院右呢 就是把那些皇家的园林打开 这些院跟右啊 院主要是养草的 养草养花 养树木呢 为主主要是这个植物园啊 那么右呢 主要是动物园啊 以养这个各种各样的动物为主 把这个反正合在一起呢 就属于这种皇家园林吧 把这种皇家园林呢 给个打开啊 池呢 就是打开 让老百姓呢 随便进去之后呢 可以耕种啊 也可以狩猎啊 这个主要也是 也是一项这个 员民 惠民措施吧 那么孝文王除丧之后呢 就开始即位了 十月几亥 这天呢 开始即位 啊 即位啊 然后这个 几亥这天应该是 阴历的十月初四啊 十月初四这天呢 这个孝文王正式啊 这个 就任 继位大典 但是呢 非常不幸的是 当了三天的秦国的国君 在辛丑这天呢 他就就就死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这个 他可以被列为啊 中国史上啊 当皇帝啊 不是当皇帝啊 当国君最短的这个 这个人之一了啊 只做了三天国君 然后这个就去世了啊 辛丑呢 是十月初六啊 辛丑是十月初六啊 子 那么他的儿子呢 就是庄襄王啊 即位了 庄襄王呢 就是那个叫子楚的人 也就是被这个吕布韦 视为是其货可居的这个人啊 整个呢 如果按照这个 呃 史记的说法来讲啊 他整个能够登上 秦国国君的位置 完全是吕布韦 在背后操作的功劳 庄襄王原言 大赦罪人 修先王功臣啊 施德 施德后骨肉 而不失于民 东周军与诸侯谋秦 秦始向国吕布韦诸之 进入齐国 秦布决其次 以阳人帝赐州军 奉其祭祀 史蒙奥伐寒 寒县城高 拱秦界至大梁 出至三川郡 二年史蒙奥公赵 定太元 三年蒙奥公卫 高都 即拔之 公赵鱼赐 新城狼梦 取三十七城 四月日 四月日时 四年 王和公上党 出至太元郡 魏将无忌 率五国兵 秦 秦阙于河外 蒙奥拜 解而去 五月秉武 庄襄王族 子正丽 视为秦始皇帝 双襄王的元年 也开始大赦罪人 这个做法 跟他父亲 秦孝文王的做法 是一样的 修先王功臣 这个也是学他爹 弥补那些 在先王一朝当中 没有受到奖赏的 那些功臣 师德厚骨肉 而不失于民 首先对自己的亲戚 就是对本家族的这些人 施加恩德 这个叫施德厚骨肉 然后不惠于民 给全国的老百姓 提供恩惠 那么东周军 与诸侯谋秦 这个西周军 已经彻底被秦国打服了 那么还剩一个 比他更小的东周国 东周国的国军 东周军就跟诸侯一起商量 怎么去对付秦国 于是秦国就派 这个相国吕不韦 这个就是这个相国 吕不韦 就是刚才说的 那个属于把慈楚 扶植起来的 那个背后的一个大商人 吕不韦 就是诸之 去讨伐这些 东方的诸侯国 进入齐国 吕不韦 打仗也是很厉害的 把东周军 所管辖的那些地盘 全部都并入了秦国的版图 秦不绝其次 但是呢 秦国也没有做的太绝 以洋人帝赐周军 就是把这个洋人巨 也是当时的一个小小小的一个村落名 地点呢 是在河南省的林汝县那个地方 把这一小块地方呢 画给了这个东周军 奉其祭祀 让他呢 主持对这个周王朝 列祖列宗的这个祭祀 不要让他断掉 然后呢 这个秦国又派大将军 蒙奥 讨伐韩国 那么韩国也不扛打 就献出了成高跟拱 这两个地方 成高呢 就是这个 现在非常有名的 大家都听说过的 虎牢关 在春秋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被称为是智 虎牢关这个名字的由来 也是比较有意思啊 据说这个西州有个非常好旅游的国王啊 叫这个 叫周牧王 因为他这个经常旅游 所以也写成把他的游记呢 也写成一本书叫《牧天子列传》啊 就类似于在这个 就是这个人呢 也是也是非常有意思啊 就是喜欢不喜欢在这个周王世待 在这个国度里面待 他喜欢到全国各地去游走 那么有一天呢 他就来到虎牢关这个地方 也就是这个这里边所说的这个成高啊 那个时候呢 因为人也比较少 野兽也比较多 所以他的手下呀 可能就逮住了一只老虎 比如说这个玩意 这个长得跟猫一样 但是比猫的个头大得多得多啊 就把他就逮住了啊 当时可能知道也是老虎啊 但是太大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个《牧天子》说 周牧王说 我也不能把他带身边啊 对不对 我走哪儿 带到他呢 这么大的家伙事 你带到他也不方便 然后有人跟他说了 说那怎么办呢 那直接把他这个关到这个这个成高这个地方嘛 就关到治这个地方 在这地方呢 给他建一个笼子 把他给关起来啊 所以呢 这个因为有这件事呢 所以说就传出来这个一个名字叫虎牢关 有专门关老虎的地方 也就是成高的地方啊 啊 这名字呢 基本也是这么由来的 拱呢 就是离这个东周国 离洛阳非常近的一个一个地方啊 秦界至大梁 也就是说秦国的国界呢 这个时候已经推到了这个魏国的首都大梁的那个城边了 这个大梁呢 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啊 初至三川郡 这个三川呢 就是指河南洛阳的那个三川啊 不是指那个秦朝自己国家那个境内的魏和的三川 二年也就是这个庄襄王两年的时候呢 他派这个大将军盟傲 又攻打赵国啊 定太原啊 定太原啊 把这个太原这个地方也给拿下来 然后是这个三年啊 盟傲呢 也是非常能打的啊 这个大将军盟傲又攻打了魏国的高都 吉啊 打了这两个地方 把这两个地方也给拿下了 这个高都呢 是魏国的一个城市的名字 就是现在山西省的晋城 吉呢 是魏国的一个城市 现在河南省的吉县 把这两个地方啊 也都拿下来了 呃 又攻打赵国的鱼刺 新城跟浪梦啊 这几个地方取了37个城 新城呢 就是在山西省的朔县 浪梦呢 在山西太原市的东北 鱼刺呢 是在山西的鱼刺市的东南啊 把这几个地方都是赵国的城市啊 把他们也都把它拿下来 那么四月份呢 发生了日食啊 四年 也就是庄香王四年的时候 王河攻上党 这个王河也是秦朝的将军啊 他攻打上党这个地方啊 也是把他拿下来了 出至太原郡啊 在这个地方呢 也设置了这个 啊 太原郡啊 太原郡呢 是郡治所是在进行啊 就是现在 今天的那个山西 山西太原啊 啊 这个 呃 魏将吴继啊 吴继呢 就是公子吴继啊 也就是信林军啊 战国四公子之一 一看秦国这个 这个时候也太猛了 所以说啊 他就率五国之兵 攻击秦国啊 秦阙于河外 这次战争呢 也是信林军呢 以信林军为主的 对秦国的少有的一次这个 啊 胜利啊 五国兵呢 这五国就是率领了 燕国 赵国 韩国 楚国跟魏国 啊 打秦国 把这个秦国呢 挡在了啊 河南省西部的那个黄河以南 就是没有让秦国再往外 往往往东推进了 蒙奥呢 在这个这次战争当中啊 他打败了 所以叫啊 解而去啊 就这个走走掉了 就就没有在这个啊 就呃 反正就就扔下了队伍之后 然后就回到这个秦国 回到秦国了 五月秉武 那么庄襄王呢 就驾崩了 他的儿子呢 郑帝啊 这个郑呢 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秦王 秦啊 是皇帝嬴政啊 视为秦的始皇帝 啊 也就是这个中国历史上 开创了这个封邦建国的时代 已经结束了 那么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帝国时代开始了 这个秦始皇嬴政啊 他这个在统一天下之后呢 统一天下之后啊 就是当时为自己究竟怎么称呼 让天下的人怎么称呼自己呢 其实他很闹头 他说如果我要是秦王吧 那要是那就跟其他的那些周王啊 跟其他那些韩王啊 魏王啊 没啥区别了 不行 我去这名必须得比他们要高 但是要是称帝的话呢 帝也以前有人称过了 像那些这个三皇五帝啊 而且呢 到了目前这个阶段呢 这个帝呢 通常都是作为嗜好 就是人死后呢 才叫什么什么帝 说这个也不好 那这个秦始皇就让手下的人呢 明政啊 就让手下的人给这个自己出主意 说自己应该究竟叫什么 最后呢 这个达成一致建议 就是这个古代有三皇五帝 那么在这个三皇和五帝之间呢 各取一个字叫皇帝 啊 然后呢 这个自己呢 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这个皇帝 所以说叫始皇帝啊 是这个始皇帝是这么来的啊 然后他后代呢 就是二世三世啊 随于万世 以至于无穷 当然这个是秦始皇的一个一厢 啊 情愿的梦想啊 这个他的儿子秦二世上来没多长时间啊 就被这个 就被搞掉了 所以说秦国实际上存在的时间呢 也不长 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 秦王政历二十六年 出殡天下为三十六郡 号为始皇帝 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 子胡亥历 是为二世皇帝 三年诸侯并起叛秦 赵高杀二世 立子英 子英立岳于诸侯 诸之遂灭秦 其语在始皇本纪中 秦王嬴政呢 立起来二十六年之后 终于把天下是统一了 出殡天下就把天下统一了 而且把天下呢 分成了三十六个郡 正式实行了郡县制 这个丰邦建国制已经取消了啊 号为始皇帝 他自己呢 就是号称是始皇帝 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 那么嬴政呢 在位一共是五十一年 然后就驾崩了 他的儿子呢 胡亥 继承了他的位置 是为二世皇帝 二世皇帝啊 这个这个胡亥 二世皇帝是 确实是二世啊 也就也是最后一个皇帝了 因为后边已经没有了 那么这个三年啊 这个胡亥呢 登位三年啊 没多长 也就是刚刚继位吧 诸侯呢 就开始并起叛秦 大家就起来了 当然首先挑起反叛大旗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陈胜吴广啊 挑起反叛大旗之后 然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 那赵高呢 就是秦二世手下的一个权臣 他呢一看不好 就把这个秦二世就给采了 立了这个紫英 这个紫英的说法啊 有很多啊 有的说呢 是这个秦二世的儿子 也有的说呢 是秦二世的兄弟 现在也搞不清楚 这个紫英究竟是谁 还有的说呢 这个紫英呢 是秦二世的这个侄子 是子子啊 是他哥哥那个扶苏的儿子 所以通常的说法 可能认为是扶苏的儿子啊 这个二世呢 就紫英呢 应该是秦二世的兄弟 可能大家普遍比较认可 这种说法 反正总而言之吧 就把这个紫英呢 给立起来 做这个傀儡皇帝啊 当然这个小孩 那个时候还很小 年龄也不大 紫英呢 立起来 一个月左右吧 这个诸侯啊 就打到了显阳宫啊 肯定把这个紫英呢 就给灭掉了 于是呢 整个秦国啊 就灭掉了 那其语啊 关于这个秦国啊 被灭的事啊 都记载在史皇本纪当中 所以呢 从这个下次开始啊 我们开始读这个史皇本纪 最后还有一小段啊 把它读完 就是太史宫的这一小段话 我们看一下啊 太史宫曰秦之先为迎姓 其后分封 以国为姓 有徐氏 谭氏 吕氏 钟离氏 蕴掩氏 图球氏 江梁氏 黄氏 江氏 修渝氏 白明氏 非联氏 秦氏 然秦以其先造福封赵成为赵氏 太史宫啊 就是司马先就说了 说秦的先祖呢 是迎姓 但是呢 他的后代啊 逐渐的被分封 然后呢 就是以国为姓 反正太史宫啊 总是把这个姓跟氏混在一起啊 所以说我们也不要管这些事的 那么他的后代呢 都有什么风 有什么分封呢 有这个徐氏 谭氏 吕氏 这个 举氏 不是女氏 举氏 中黎氏 韵眼氏 图球氏 江梁氏 黄氏 江氏 修渝氏 白明氏 非联氏 秦氏 有这些后代啊 有这么多氏 然秦以其先造福 因为造福呢 是这个秦国的一个 祖先当中的一个啊 就是那个给周穆王啊 赶马车的那个啊 非常这个善于啊 赶马车的这个司机 他呢 因为封在了赵成 所以呢 说这个还是是赵氏 是赵氏 是变成了这个啊 这个秦氏当中 后代当中啊 可能比较大的这个一族了 好 那我们整个这个史皇本纪到今天就结束了 那这个秦本纪到今天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呢 开始呢 开始读是读这个史皇本纪啊 秦史皇帝者 秦庄襄王子也 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 建吕布伟姬 月儿取之 生史皇 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 生于邯郸 即生 名为正 姓赵氏 年十三岁 庄襄王子正代立为秦王 当世之时 秦帝已并巴蜀汉中 月丸有影至南郡以 北收上郡以东 有河东太原上党郡 东至行阳 灭二周至三川郡 吕布伟为相 封十万户 号约文信侯 朝至宾客游士 玉以并天下 李斯为舍人 蒙傲 王以 彪公 等为将军 王年少 初级位 韦国士大臣 秦史皇帝呢 他是秦庄襄王的儿子 秦庄襄王呢 就是子楚 也就是这个 前面我们讲过的 那个吕布伟啊 其货可居的那个货 就是由吕布伟呢 在这个背后操作啊 把这个 紫楚呢 操作成了秦的庄襄王 他呢 生了一个儿子 就是秦史皇帝 当初生的时候呢 这个秦庄襄王啊 也就是紫楚呢 他是在这个赵国做人质的 这里的质子呢 就是人质啊 作为秦国的人质 压到赵国这边来 那么做人质的时候呢 他就见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 这个女人呢 就是吕布伟的一个机械啊 是属于这个吕布伟啊 府上众多的一个啊 女人当中的一个啊 他就很喜欢 月就是很喜欢 而娶之 并且把这个女人呢 给娶过来啊 生了秦史皇 也就是说这个呂布伟的机械呢 是这个秦史皇的母亲 史上呢 也有个名字啊 本来叫赵姬 那么秦昭王48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259年正月份 秦史皇呢 是生在了邯郸 邯郸呢 当时是赵国的首都 他生的时候呢 这个名字叫正 姓赵氏 因为他当时呢 是这个在赵国出生的啊 所以说当时可能暂时是叫赵正 年13岁 13岁的时候呢 这个庄襄王就死了 也就是他爹子楚 那么当了一段时间呢 秦国的国君之后呢 就死了 死了之后呢 这个正也就是嬴政呢 代立为秦王 当时呢 当时之时就是当时 秦帝呢 已经是并八属 八呢 就是这个四川 东部和这个湖北西部 那个地方啊 就是以重庆所 重庆附近的那个地方 啊 属呢 就是成都啊 也就是这个四川省的内部了 嗯 还有这个汉中啊 像这些地方 全都是已经并入了秦国的地盘 啊 越过了这个碗 还有营 那么碗呢 就是现在的河南省的南阳那块地方啊 啊 南阳是那个地方啊 越过这个地方呢 就是有有营 营呢 就是啊 楚国的首都 把楚国的首都呢 也呃 并过来了啊 并到了秦帝啊 在这个地方呢 至南郡 南郡呢 就是把楚国 这个影这边 南阳这个地方 并过来之后呢 啊 作为秦的一个郡名啊 啊 这个郡呢 就叫南郡啊 它的郡的治所呢 就是在影这个地方 啊 北收上郡以东啊 有河东太原上党郡 那么北边呢 它是收了这个上郡 上郡呢 也是秦国的一个郡名 也就是今天陕西的榆林那个地方 这一代呢 原来它是属于魏国的啊 现在呢 也并到了秦国的啊 版图之内啊 这里边呢 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河东太原跟上党郡 河东呢 也是河东郡也是秦的一个郡名啊 它的郡的治所呢 是在这个安邑 也就是今天山西省的下县 啊 这个地方原来也是属于魏国的啊 然后太原呢 也是秦国的郡名 它的郡的治所是在晋阳 也就是今天山西省的太原市啊 这一代呢 原来是属于赵国的 还有上党郡 也是秦国的郡名啊 它的郡治所呢 是在这个啊 长治啊 啊 今天山西的长子县的西边啊 这一代呢 原来也是分属韩国跟赵国的啊 这个上党郡 因为上党郡呢 当时这个不是 是以前讲过嘛 那个长平之战呢 就是因为秦国跟赵国争这个上党郡啊 才导致这个长平之战发生啊 在这个战争当中呢 赵国大败 秦国大胜 它的郡治在长子啊 我刚才说的是长治 应该是在长子 这个长呢 就是长短的长 子呢 那是这个儿子的那个子啊 就是现在山西省的长子县的西边啊 像这些地方呢 全部都已经并住了秦国的版图啊 东至行阳灭二洲 那么往东去呢 顺着这个黄河往东走啊 到了行阳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秦国的这个地界呢 此时已经扩展了 行阳这个地方 把这个东周国 西周国 这两个小国 全部都给灭掉了啊 秦国呢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洛阳这个地方呢 至三川郡 啊 这里的三川呢 就是指这个洛阳的这个三川了啊 啊 这一带呢 它的这个治所呢 就是洛阳市啊 原来呢 这个地方是属于这个韩国 跟这个东周国 跟西周国的 现在呢 已经变成了秦国的啊 土地了啊 当时呢 吕布伟为相啊 因为这个时候 嬴政还比较小 他当这个秦国国君的时候 嬴政还是很小的啊 他自己管不了这个国政 所以这个吕布伟呢 作为国相 封十万户 也就是说 他的彩艺里面呢 有这个 有居民十万户 号曰文信侯 这是吕布伟的号啊 吕布伟呢 当时也是势力非常强大啊 他是招致宾客油市 把那些天下的那些宾客呀 还有那些这个油市啊 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食客吧 全部把它招过来 据说当时规模最大的时候 可以达到三千人 欲以并天下 这个时候呢 秦国就有这个精吞天下之志了啊 想把整个天下都并为一体 李斯呢 那个时候是在秦国做舍人 舍人是一个什么官呢 他是类似于 也是食客当中的一种 是这个 衣服于这种权贵门下啊 这个在权贵门下混吃混喝 但是呢 他也要担当一定的这个执事啊 出书主义啊 或者是到外边这个办办什么公事啊 就是为这个权贵之门跑腿的 后来呢 这个舍人呢 就成为了这个官名了啊 当时在这个在此以前 这舍人基本还是属于 权贵门下的一个食客 李斯呢 当时就是 坐这个舍人这个位置的啊 那么蒙奥王乙 这个乙字呢 他也就是那个王和 他写法呢 这个乙字是一个牙齿的齿 旁边右边呢 加一个奇怪的齐 那么王和呢 他的这个和字的写法是 左边是牙齿的齿 右边是一个祈祷的一个齐 这个字面和啊 王乙跟王和呢 是一个人啊 在这里边说的是王乙 在前面我们读过的那个秦本纪里边 说的是王和啊 都是一个人 是秦国的一个将军 那么蒙奥王和跟这个必要公啊 这些人呢 都是属于带兵能打仗的 是将军啊 标公这个人啊 事迹不是特别清楚啊 只知道他这个能啊 带兵打仗 那么秦王年少的时候呢 啊 他刚开始即位 那么伟国是伟国是大臣 他就把这个国事呢 全部都交给他手下的大臣管理 说是交给大臣啊 实际上就是交给吕布韦一个人啊 在管理 进阳反 原年将军蒙奥基定之 二年标公啊 将将族公卷 斩首三万 三年蒙奥公韩 取师三成 王已死 十月将军蒙奥 公卫士唱 有鬼 遂大基 四年 拔唱 有鬼 三月 军霸 秦智子归自赵 赵太子出归国 十月更吟 黄虫从东方来毕天 天下义 百姓纳肃 千石 败决一级 五年将军奥公卫 定酸枣 燕须 长平 雍秋 山阳城 接华之 举二十成 出至东郡 东雷六年 韩卫赵卫楚 共激秦 取寿陵 秦出兵 五国兵霸 先读到这里 因为这段一比较长 我们先读到这里再说 晋阳返 那么晋阳呢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晋阳是这个 河东郡 是太原郡的这个郡守 那么这个地方又开始造反了 元年呢 就是指秦王迎政元年 这个时候迎政还是秦王 因为他还没有统一天下 所以还是称王 秦王迎政元年 将军盟奥 积定之 那么盟奥呢 带领秦军就平定了 晋阳的这个反叛 二年标攻 带领将族 这个族呢 就是兵族啊 攻卷 卷这个地方呢 就是指这个 是魏国的一个县啊 这个县的名字就叫卷 它的位置呢 是在今天河南省的元阳县 这次战争呢 是斩首三万啊 三年 那么盟奥呢 又攻打韩国 取尸三个城 呃 王以死 那么将军呢 原来前面不说三个将军嘛 盟奥 王以跟标攻嘛 现在呢 到这个秦王行政三年的时候 这个王以呢 就死掉了 那么十月份 这将军盟奥呢 继续带兵 攻打卫士的唱跟游鬼 啊 这个唱跟游鬼呢 都是卫县的一个名字 但是呢 具体地点现在已经不清楚在哪了 啊 碎大鸡 啊 这一年呢 秦国发生了大的饥荒 啊 是在公元前的244年 啊 秦王行政四年 拔唱和游鬼 拔唱跟游鬼 这两个城市给拿下来了 三月军霸 军霸呢 就是霸军不再打了 秦质子归自赵 那么秦国压在赵国的那个人质呢 回到了赵 回到了秦国 而赵国呢 压在秦国的那个人质 也回到了赵国 但是这两个人的人名 啊 不是特别详细啊 不知道叫什么 只知道是两个国家的公子 十月更吟啊 十月更吟呢 就是这个十月 应该是七月份啊 可能是搞错了 更吟呢 是阴历的七月初次 七月份的七月 呃 初次这一天啊 就是这里边写十月更吟 应该是他这个 呃 日子应该是 啊 是搞错了啊 有蝗虫 从东方来 那么闹蝗灾了 遮天啊 避天 避天就是遮天 把天都给盖住了 说明这次 蝗灾啊 他这个来势非常凶猛 天下意啊 整个天下都发生了 这种瘟疫 啊 也可以说是这种 蝗虫灾害吧 叫天下意 应该也是机翼 百姓纳素 千石 这里的纳 内呢 是是通 那个纳啊 就是带那个 脚丝旁的 那个纳 呃 意思呢 是交纳的意思 就是百姓当中 如果有能够交纳粮食上千石的 那么 败绝一级 注意啊 这里说的百姓 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百姓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啊 在先秦时候的那个百姓 就包括秦朝 这个早期 啊 那个时候说的百姓是指朝中的百官 这些百官当中呢 如果有能够这个交纳粮食上千石的 那么呢 就是败绝一级 啊 这里边呢 可能要说一下 因为以前我们也说过啊 秦朝的这个爵位呢 是分呃 官爵跟民爵啊 官爵呢 跟其他国家一样 都分这个公共国子男 大概就是这么几级啊 但是秦国跟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呢 是他除了官爵以外啊 针对普通的老百姓 他还分为这个民爵 这个民爵呢 一共有二十级 一共有二十级啊 这个叫民爵 那么这个二十级呢 是怎么来的呢 是由这个商鞅变法的 这个时候改过来的 商鞅当时这个在秦国变法当中规定啊 你的爵位必须由你在战场上立功 你才能拿到啊 平时呢 你没有这个战场上立功的话 你是拿不到爵位的 那么在战场上怎么叫立功呢 就是你斩敌手一枚 斩敌手一枚 那么你的爵位就晋升一级 所以说后代呢 也产生了一个词叫首级啊 一个脑袋 那么就是爵位就升一级 所以在这个秦国人 秦国兵这个眼中啊 那么敌人的脑袋 那就不是脑袋了 敌人的脑袋 那就象征着这个房子车地啊 这就象征着是个一个官爵了 所以你说秦国兵打仗 这个秦国号称虎狼之师啊 他打仗能不勇猛吗 因为他这个一刀砍下去之后 他砍的就是房子 就是地 就是爵位 你有了这个爵位之后呢 这个你可以呢 就是享受国家给你的一些 特殊的优惠政策 比如说你可以用这个爵位来赎罪 你犯了那个罪呢 只要不是特别严重的罪啊 那么你可以用你的爵位来顶 而且呢 你可以用你的爵位来冲顶 你这些姚意 而且这爵位呢 还可以卖 你可以把这爵位卖给 卖钱花 你可能比较穷了 那么我把这爵位卖给你 那么你呢 那花钱买我这个爵位 好了 这个爵位落到你头上 那么我可以拿钱 你可以拿爵 所以这个爵位呢 在秦国是非常这个 有用的这样一种东西啊 那么这里说的这个 交纳粮食啊 上千十 一时呢 当时的这个 计量单位是120斤 那么上千 一千十呢 大家可以算一下啊 交这个多少斤粮食啊 你交这么多粮食呢 你的爵位呢 就可以提升一级 那么秦国的这个 二十级的爵位呢 我给大家啊 简单的说一下啊 第一级呢 是最低的 是公事啊 公呢 就是公家的公 战士的士 第二级呢 叫上造啊 上就上下的上 造呢 就是制造的造啊 第三级呢 叫簪鸟啊 这两字有点难写啊 簪呢 就是那个竹字头 底下加一个那个簪子 就插头发的那个簪子的簪 鸟呢 就是鸟鸟吹烟的那个鸟啊 这个簪鸟呢 是第三级 第四级叫簪鸟 簪呢 就是这个簪 就是那个 就更换的那个簪啊 五叫大夫 六叫官大夫 七叫公大夫 八级呢 叫公城 第九级叫五大夫 第十级叫左树掌 第十一级叫右树掌 第十二级叫左庚 第十三级叫中庚 第十四级叫右庚 第十五级叫少梁造 第十六级叫大梁造 第十七级叫四车树掌 第十八级叫大树掌 第十九级叫官内侯 第二十级叫撤侯 到了撤侯这个地方呢 就为止了啊 这些呢是民决 这些是民决啊 所以说你要交纳粮食的话 那么你生一决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这个官原来就是 第五级是大夫 那么你如果交这个千十粮食的话 那你生一级就是变成了官大夫 那同样你这官大夫呢 如果要是交一千十的粮食的话 那么你官决生一级就是公大夫 就是这样一级一级往上升啊 那么你说我原来啥级也没有 你没啥级也没有的话 那么你如果交一千十 你就从第一级开始算起 那么就是公事 这个是秦国的一下这个政策啊 败决一级 败呢就是生的意思 五年就是秦王行政了五年 将军蒙奥公卫 定酸枣 燕居跟长平 雍秋 山阳城 接拔之 这些地方呢都是卫国的地名啊 这个酸枣呢 是在河南省的严金县 燕呢是在河南省严金县的东北 须呢是在河南省严金县的东边 长平呢是在河南省西华的东北 雍秋呢是在河南省的启县啊 启县这个地方 原来在这个周五光分封的时候呢 把这个地方分给了下国的下朝的那个后代啊 封到这个启县 所以叫启国 后来这个启国呢就是搬到启国那边去了啊 这个就是河南启县 山阳城呢就是在今天河南省的焦作市的东南 这些地方呢是都被这个蒙奥啊 带领秦兵给拿下来了 取二十城啊 出治东郡 那么在这些地方呢就设置了秦的东郡 郡的治所呢就是浮阳 这个浮阳等一下会读到啊 东雷呢就是冬天打雷了 那么六年秦王嬴政六年的时候 韩国卫国赵国啊 还有这个卫国这里的第一个卫呢是这个 就是带鬼子的那个卫啊 第二个卫呢是指宝卫的这个卫 还有楚他们这个五国呢 联合起来攻打秦国 取了寿陵这个地方啊 最后呢是实际上呢 寿陵这个地方并没有取下来啊 这个地方应该叫罪 就是一个草字头加一个那个最小最大的那个罪啊 可能是太史公把这个名字给搞地缘给搞错了啊 当时不是寿陵啊 这五国联合起来之后把这个罪这个地方啊给夺回来了 那么罪这个地方在哪呢 应该是在山西省的陕西啊 不是山西 陕西省林同市的东北 秦国这个时候就出兵了 五国呢一看秦国出兵了 五国也就不再打了 叫五国兵罢 拔魏破东郡 齐军绝 率齐之属 喜居野王 祖齐山 以保卫之河内 七年 惠星先出东方 献北方 五月献西方 将军傲子 以攻龙孤 庆都 还兵攻击 惠星赴建西方 十六日 夏太后死 八年 王帝长安军成脚 将军姬兆 反死屯流 军力皆斩死 千其民于临陶 将军必死 足屯流 扑贺反 鹿齐师 何于大上 轻车纵马 东旧时 拔魏 那么就是把魏国给攻下来了 这个破东郡 这里的破呢 应该是制啊 就是那个放制的制 就在这地方制东郡 这个就是前面我们刚才讲的 把这个五国 不是攻了那个魏国的那些酸草啊 烟啊 需要这些地方吗 就把这些地方 然后这个拔下来之后呢 又加上后来取的那二十成 就初制东郡 那么后来这五国不是打了秦国吗 这个五国据说是以这个楚国的春生军带头了啊 楚国当时据说是纵约长 是这个纵约国家的头 那么纵约国家的这个春生军呢 当时是执掌楚国的政治的 那么春生军拉头呢 带领这个韩国 魏国啊 赵国啊 还有小魏国啊 再加上楚国一众攻打秦国 取了这个醉这个地方啊 啊 后来秦国又出兵了 五国不是不打了吗 然后把这个魏国又拿下来 就是那个宝贝的那魏 那么魏国到此呢 就已经彻底灭亡了 啊 再加上前面那些酸草这些地方呢 合起来设置东郡啊 那么魏国的国君呢 当时他的名字叫脚啊 当然也有人读成绝啊 就是这个呃 就是头上长的脚的那个脚 他的国君叫脚啊 脚呢怎么办呢 因为他自己国家已经没有了 已经被秦国灭了 他就率领他的知属 他手下的那些这个残余的力量啊 喜居野王 那居住在跑到野王这个地方 那么祖祁山呢 就是以这个山为贤祖 这个山呢 应该是这个太行山吧 以太行山做这个贤祖 来保卫魏的河内 以保卫之河内啊 啊就是这个呃 保卫的河内啊 实际上这段呃 太史公先生叙述的这个历史事实 应该是有争议的啊 是不是这样就呃 有历史学家是提出争议了 那这里边我们不讲这个争议啊 就是按照文本来啊 文本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七年惠星呢 在东方先出现了 后来呢又在北方出现了 呃五月呢又在西方出现了 所以这个惠星呢 当时也是这个呃 在东呃东北西啊 三个地方都出现了 因为惠星在我们现在看来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天文现象啊 但是在古代呢 认为这个惠星出现了 可能象征着国家会有大的变化 所以呢使这个使官呢 在记述历史的时候都会把这个这种啊 他们认为是异常的天文现象都会记下来 江勋蒙奥这一年就死了啊 呃他为什么死呢 是因为攻打龙 孤跟庆都 官兵集集的时候死的 那么这个龙呢 就是河北的邢堂啊 这个庆都呢 是河北的旺都啊 这几个地方呢 这个都是啊 还有孤啊 孤在河北的邢堂啊 龙是在河北的邢堂 孤也是在河北的邢堂 啊 然后庆都呢 就是河北的旺都 这几个地方呢 原来都是赵国的这个土地啊 在将军蒙奥带领勤兵在攻打这些地方的时候也打赢了 然后这个集回来的时候 回兵到集这个地方的时候 集呢 是在位是卫国的一个县名 是在河南省的极县的西南 那么走到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他就就死掉了 会兴复建西方16日 那么这个时候呢 会兴在西方又出现了 而且在天空当中呢 他停留了16天 这也是一个 古人认为是一个天象异常啊 那么夏太后死 这个夏太后呢 就是庄襄王的生母 是秦始皇的祖母 是秦始皇的祖母啊 那么秦始皇八年 王帝长安军成角 也就是这个秦王嬴政的弟弟啊 他呢 是这个名字叫成角 也是庄襄王的儿子啊 但是跟庄襄王应该不是一个妈的 是这个同父异母的一个弟弟 那么他的号呢 是长安军 他带领秦军呢 攻打赵国 攻打赵国 反死屯流 反死屯流 这个地 这句话呢 是实际上是这个 有有些争议啊 就是这里的反呢 就是造反 也就死在了屯流这个地方啊 死在了屯流这个地方 屯流呢 是在山西省的西屯 山西省的屯流县的南边 原来呢 是属赵国的 这个时候呢 已经被秦军占领了 这个成交啊 就是为什么会造反呢 这个历史事实对他这个记载呢 可能不是特别清楚啊 太史公主力也没讲 但实际上呢 大家也能脑补就能补出来 因为他跟这个秦王嬴政呢 是这个同父异母弟 一个人呢 要是当上了这个国君 那么基本都是看自己的兄弟 都对自己有威胁 所以呢 成交可能是跟这个秦王嬴政啊 之间这个个人关系不是特别好 所以他带领这个秦军 去攻打赵国的时候 顺便的就造反了 就造了秦王嬴政的反 那么造反呢 当然可能也没有成啊 就死在了屯流这个地方 他造反了 肯定秦冰要去扑灭这个叛军呢 所以在屯流这个地方呢 他就战死了 这个这是长安军造反的事实啊 然后这个军力皆斩死 那么跟着他一起造反的那些人 全部都被刺死了 全部都被被砍了 迁其临逃 那么就是屯流这个地方 把他老百姓都牵出来 牵到哪呢 牵到了临逃这个地方 临逃呢 就是今天 甘肃省的闽县那个地方 让这些老百姓呢 都离开原来的故土 这样的话呢 他就不会再造反了 接下来这句话呢 就是也有争议啊 将军毕死 足屯流 扑赫反 录其失 将军毕呢 应该是一个将军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毕 这句话原来的意思呢 是他死了 然后呢 足屯流 扑赫反 录其失 因为这句话这个里面的错字 缺字太多了 所以是没办法读 所以后代呢 对这句话的解读呢 有很多种方式 那么呢 大家也不知道 哪种方式是正确的 那我只取其中的一种 我认为还算是合乎逻辑的 一种解释方式啊 就是将军毕死了 那么这个将军毕呢 他是因为讨伐成脚 因为前面不是那个成脚 在就是那个长安军 在屯流这个地方 不是造反吗 那么将军毕肯定是 奉秦王嬴政的命令 到屯流这个地方 来评判这个成脚 那么评判之后呢 他也死在这个屯流这个地方了 叫将军毕死 足屯流 那么他手下的这个 他死在屯流之后呢 他手下有个将军叫扑赫 叫扑赫 扑赫呢 继续造反了 又继续造反 造反之后呢 然后这个秦王呢 又派兵 平定了这个扑赫的造反之后呢 就把那个录其诗 录谁的诗呢 录这个将军毕的诗 因为这个扑赫呢 是将军毕的属下 所以他虽然平定这个成脚 他平定把成脚平定之后呢 他死了 但是他的手下呢 继续在囤流这个地方造反 那么秦王嬴政 把扑赫又平定之后呢 把这个罪名就怪在了 将军毕的身上 于是呢 把这个将军毕 就从文坟里边挖出来之后 录尸 那么用这个鞭子 或者是棒子 把这个毕将军毕的尸体 那么作为对将军毕的惩罚 只能这么解释啊 因为这个 这个里 这个里边呢 这个缺文太多 所以后代的解释方法呢 就是有很多种的 还有认为这个将军呢 这个毕跟扑赫呢 可能还都是地名 还不一定是人名 所以说这个这里边就是说法太多了 我们就不一一都讲了 我只讲一个 我认为呢 还可能算是合乎逻辑的一种解释啊 合鱼大上 就是当年 这个应该是发大水啊 这个合鱼呢 就是平原上可能有水了 有水之后呢 这个鱼啊 也被合水带到了平原上边 所以说呢 在这个平原上走的时候 你可能时不时会发现 那个河里边的鱼 就是平原那个水上的鱼 嘣的一声就跳上来了 这个叫合鱼大上 合鱼登上了平地 实际上呢 他说的就是一个水灾啊 轻车纵马 东旧时 轻车纵马呢 因为这个秦朝这个地方 发生了水灾 很多这个历史学家考证 应该是畏水 畏水呢 这个发生水灾了 所以为何的这个延案呢 因为现在也是属秦国的土地 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 遭了这个水灾的灾患 那么当地的老百姓呢 就没办法在当地再生存了 因为他这个土地都被淹了嘛 那怎么办呢 那么就是这个轻车纵马 把呢 也就是这个 拉最少的东西 把自己 把自己最需要的这个东西 带上 然后呢 这个赶个马车 东旧时 就是跑到这个东边 去这个湖口 去谋生 所以整个这句话呢 叫轻车 纵马 东旧时 就可以翻译成 秦国人 因为遭遇了水灾 他的庄稼呢 都被淹没了 所以这些人 只能是这个 驾驶的轻便的车子 因为跑得坏嘛 纵马呢 可能就是这个 带着马 携其家口 往东跑 去这个 找个地方 去湖口 去谋生 就是这个叫 轻车纵马 东旧时 那他为什么 轻车纵马呢 可能有人会问啊 就是因为 突袭快捷嘛 对吧 因为你车上 如果要拉的东西 太多的话 你在马啊 这个车要跑不快 可能这个 就会有其他的 可能会有其他的危险嘛 也不是特别方便 所以说叫轻车纵马 老矮风为常信侯 欲知山羊地 令矮居知 公使车马 衣服 愿佑 持列 自矮 事无小大 皆绝于矮 又以河西太原郡 更为矮国 九年惠兴县 获敬天 公卫 原 徒阳 四月 上宿雍 即有 王冠 待见 常信侯矮 作乱而绝 较王 玉玺 及太后玺 以发 宪族 及魏族 观其 戎敌 军功 舍人 将玉宫 齐年宫 为乱 王芝芝 令相国 昌平军 昌文军 发足 公矮 战咸阳 斩首数百 皆败决 及患者皆在战中 亦败决一吉 矮等败走 吉令国中 有生德矮 四千百万 杀之五十万 近德矮等 魏魏杰 内使次 左叶杰 中大夫 令齐等二十人 贴消首 车列以巡 车列以训 灭其松 及其舍人 轻者为鬼心 及夺绝 签署 四千余家 家房陵 四月寒冻 有死者 杨端河 攻掩士 惠星见西方 又见北方 从斗以南八十日 十年 相国旅部委 坐牢挨勉 还以为将军 齐赵来治久 齐人 毛骄 睡秦王 曰秦方 以天下为事 而大王 有千母太后之名 恐诸侯 闻之 由此 备秦也 秦王 乃迎太后 于庸 而入 显阳 赴居 甘全宫 这一大段说的就是 老矮作乱了 他的这个始末 老矮呢 风为常信侯 老矮呢 是这个 怎么说呢 应该是秦王嬴政的母亲 赵姬的情人 关于这个故事呢 我们以后可能还会再讲啊 那么这里边就不仔细说了 他呢 是这个 因为这个当时呢 是这个赵姬 不是吕不伟的那个机械嘛 后来因为生了这个秦王嬴政 所以呢 赵姬啊 到了秦国之后 他就变成太后了 那么太后呢 可能也比较孤独啊 所以说他就这个 当时呢 这个据说是吕不伟 和这个太后呢 他俩还是情人的关系 因为这个时候秦王嬴政 比较小嘛 后来吕不伟发现 这个秦王嬴政 一天一天长大 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 自己啊 跟这个太后的关系 他也就意识到了这种危险 如果秦王嬴政将来 追究起来的话 那么吕不伟觉得 可能自己要有点麻烦 所以吕不伟呢 就想拨身 他想摆脱这个 他跟太后的这个情人的关系 但是呢 这个太后是抓住他不放的 所以吕不伟呢 就想了一招 那么想了一个什么招呢 就找着一个替身 代替自己 做这个太后的情人 这样呢 自己就可以抽身了 后来经过选拔呢 就选了一个叫老矮的这个人 让他装扮成太监 进入了太后的后宫 那么就是做了太后的这个情人啊 那么吕不伟这个时候呢 就从这个跟太后的情人关系的 这个这个这个关系里边呢 他就脱身了 那么老矮呢 因为受到了太后的宠信啊 所以说老矮当时呢 因为秦王嬴政也比较小 所以说他在这个秦国 那也是权势熏天啊 这里说的呢 就是老矮的这个当初所做的那些事 说老矮呢 被封为长信侯啊 已经被封侯了 已经是贵族了 与之山羊地 那么把山羊这块地方呢 就是封给老矮做他的彩翼 那么山羊地呢 就是指今天河南省的霍家 跟沁阳这一带 这一块也是非常好的地方啊 令老矮居之 那么让老矮呢 这个就是住在这个地方啊 因为给他做十亿嘛 但是呢 这个老矮呢 是没有住在这个 他的那个产役里边 而继续呢 是住在这个京城里边 把持朝政 公使车马衣服院幼 像这些东西呢 都是这个老矮所享受的 这些东西啊 像这个公使 老矮自己的房子 可能也盖得非常华丽 车马呢 也非常华丽 衣服呢 也是非常漂亮 而且呢 这个院幼啊 院呢 就是这个植物园 又呢 是动物园啊 总而言之吧 就是老矮的私人花园 那也是非常大 老矮呢 直列 那么他打猎呀 还有这个出去玩啊 自矮 那自矮这两个字呢 就是随老矮的意 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他说了算 所以老矮这段时间 活的是非常这个畅态啊 事无小大 那么这个国事 没有大小 全部都是由老矮来决定 老矮呢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是秦国的这个国君了啊 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矮国 同时呢 又把河西的太原郡啊 作为呢 老矮的这个封国 也就是等于把太原郡的那个啊 焚西的那部分啊 给予了老矮作为他的领地 这里的河西呢 是指焚和以西啊 不是黄河以西 是焚和以西 如果是黄河以西的话 那么这个地名就对不上了 应该是在焚和以西啊 等于是太原郡的一部分 也是作为这个老矮的这个封国 老矮现在是很牛啊 那么 齐盲营正九年的时候呢 这个彗星又在天空上出现了啊 这次的彗星的出现的规模比较大 整个天空从这头到那头 那么全部都是彗星 也就是彗星的头跟彗星的尾 已经横过了整个天空 规模很大啊 宫位的原浦阳 那么秦国也是在这一年 又攻取了魏国的员和浦阳两个县 员呢 就是河南省的长元县 浦阳呢 就是浦 也是河南省的长元县啊 反正这个差不多地方都是一个 四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秦王嬴政 上呢 就是秦王嬴政 他呢 是住在了宿呢 就是过夜的意思 在雍这个地方过夜了 为什么在雍这个地方过夜呢 因为雍呢 是这个秦国原来的老的这个首都 等于是秦国的龙兴之地啊 那么秦陵宫的时候呢 这个我们都讲过了啊 秦陵宫的时候呢 把他迁到了浸阳啊 做首都一步一步的再往东迁啊 雍呢 就是现在陕西上的宝基市那个地方 然后你顺着这个渭河呢 再往东迁 迁到了浸阳 那么也就是静水的这个北面 和这个渭水交接的那地方 有个静阳啊 在那个地方做秦国的首都 这是秦陵宫的时候迁都了 后来到秦县宫的时候呢 又把这个首都从静阳这个地方 又迁到了丽阳 继续往东走 这个秦孝宫的时候呢 又迁都了 把这个首都从丽阳这个地方 就迁到了咸阳啊 这个咸阳呢 就是现在的这个陕西上的西安 那个附近啊 所以说这个雍呢 应该是秦国的旧的首都之一 那么秦王嬴政呢 到这个雍这个地方来住了一宿 那么他来住 也肯定不是说这个 没事到这来玩玩 他肯定是呢 这个到这边来玩祭祀了 来搞祭祀了 因为这个雍呢 当时做首都的时候 整个秦国祖先的那些祭天的台子啊 还有那些这个国君 历代先君的那些坟墓啊 都是埋在了这个雍这个地方 而且在雍这个地方呢 还有很多这个离宫别馆 也都是建在这个雍这个地方 所以当时的这个秦王啊 不管是哪一代的秦王 只要有空的时候 要想是这个祭祀天 祭祀地的时候啊 要想搞这套仪式 那必须得到雍这个地方去 那么秦王嬴政呢 这个这一年呢 也就是在这个 他当上秦国国君九年的时候 在四月份啊 他也到雍这个地方呢 来祭祀祖先了 那么已有王冠待见 已有呢 是阴历四月二十 那么秦王呢 行家冠礼 并开始佩戴宝剑 那说明呢 这个也此前呢 这个秦王是没有行家冠礼的 因为他还是小孩嘛 那么他只要一行家冠礼 就说明他是成人了 他就可以独立执掌 这个国阵了 以前呢 因为他也不是成人 所以也不能戴剑 那这个时候 他成人之后呢 就可以佩戴宝剑了 秦王嬴政呢 他家冠礼的时候呢 他的年龄是二十二 那么这个看一下以前其他秦国的这个国君呢 行这个家冠礼 像那个秦惠文王和秦昭湘王 都是在二十二岁的时候 行这个家冠礼 说明这个二十二岁 可能是秦国国君 行家冠礼的一个大家公认的年龄 不到二十二 可能不认为你是成人 那么秦王嬴政呢 这一年那也是二十二了 所以说他就行了家冠礼 好 他一行家冠礼之后 他独立执掌国政的时候 而且他二十二他已经是成人了啊 那么老矮发现自己 在说了算的日子 已经这个不复存在了 因为秦王嬴政要把这个政权 全部都接过来 长信侯矮 作乱而决 那么他说了不算了 那他怎么办呢 他就只能造反 所以他就作乱 而决呢 就是被这个秦王嬴政呢 发掘了 这个老矮是怎么作乱的呢 他是剿王玉玺 因为当时秦王嬴政那个 说了算的那个玉玺啊 因为你要发布什么诏书啊 你要在那个诏书上 用这个玉玺要在上面刻章了 他才能起作用 当时这个玉玺呢 肯定是都是老矮在管的 那老矮要想发布什么命令 就用秦王嬴政的这个玉玺 在上面盖一印啊 然后呢 就向全国发布 这个时候这个玉玺呢 肯定还是在老矮这里 所以老矮呢 他就剿王玉玺 这里的剿 为什么用一个剿字呢 就说明已经是被子秦王 在用他的玉玺了 也所谓的剿呢 就是假托 是盗用啊 秦王不知道的时候 用这个玉玺 还有呢 这个叫剿玉玺和太后的玉玺 还有这个这个赵姬啊 也就是秦王迎着他妈 当时呢 也可能有这个玉玺的 那么下一道什么圣旨的话 这个在上面扣上 秦王迎政的玉玺 跟这个太后的玉玺 那么就可以底下的人呢 拿到这个照令之后呢 就可以按照这个照令去执行 那么老矮呢 用这两个玉玺 发布公文 发献族啊 也就是献里边的兵 还有这个魏族 那这些全都是这个 全都是这个 跟着老矮一起 老矮要命令 跟着他一起造反的这些人啊 那么这个县族呢 就是雍县啊 就指雍县这个地方 所有的士兵啊 魏族呢 就是指秦王身边的警卫部队啊 等于呢 老矮借呃 缴诏秦王迎政的命令 把这些这个能打仗的人 全部都这个用到自己身上啊 秦王身边的警卫部队 叫魏族 还有官纪 官纪呢 就是驻扎在雍县的那些国家的骑兵啊 这个时候呢 秦贵已经有骑兵了啊 把这些地方也都统把这些这个武装部队也都统归自己使用啊 像这些啊 全部都这个呃 还有敌人啊 还有戎敌啊 这还不算啊 老矮呢 还把附近的那些戎人敌人啊 军功舍人啊 像这些啊 全部都是这个大小的官员啊 舍人也是啊 这里的舍人呢 还是指这个老矮家中的那些管事的人啊 像这些人全部都把他召集在一起 那么一起干什么呢 就将御宫啊 齐年宫围乱 这个齐年宫呢 是在雍那个地方的一个一个宫殿啊 当时这个秦王嬴政就是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老矮把所有的秦王嬴政身边 所有的武装部队都集合起来 要干什么呢 就要攻打齐年宫 把这个秦王嬴政要拿下 这个叫围乱 那么齐王嬴政呢 这个时候也不是傻子啊 他已经知道了老矮的这个计谋 他就令相国 那么相国就是吕部伟啊 还有昌平君啊 和这个昌文君啊 这两个人不知道是什么来头啊 历史上也没有找到关于这两个人的资料 当时呢 应该是跟齐王嬴政是一伙啊 就命令这几个人发足攻打老矮 那么就跟这个老矮要PK了 发兵攻打老矮战咸阳 这个地方呢 就是太史公先生搞错了 因为当时这个老矮发动叛乱是在雍 雍跟这个长安是距离很长一段距离的 所以不可能在咸阳这个地方发生战争 那么还有历史学家解释 很有可能就是老矮叛乱呢 虽然是在这个雍县这个地方发动的 很有可能是指老矮在雍这个地方战败了之后呢 他自己带着一些残余部队 逃回了这个显阳 那么根据这个以显阳为基地 然后以这个太后啊 也就是他的情人赵姬 还有他的那些党羽为异地 重新呢把战果在这个显阳这地方又点燃起来 但是这种解释方法呢 好像是不是特别贴切啊 所以战显阳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太史公先生的笔幕 斩首数百皆败绝 那么通过这次战争呢 就是这个老矮的这个叛乱就被平静了 而且呢杀了数百人啊 凡是这个呃这个当时在战争当中啊 跟着秦王营正有官的有功的这些人 全部都呃败绝一级 那么全都是这个官生 一级全都败绝了啊 全都这个疾患者呃 皆在战中一败绝一级 斩首数百皆败绝 凡是这个杀人杀的比较多的 那么全都是这个提升提升了他们的民决爵位啊 其患者还有那些这个宦官也是在这个秦王营正身边啊 做这个仆人啊 服侍这个秦王营正的 这些人呢 在这个战斗当中 如果有战功的也败绝一级 那么也给他们升官了啊 败绝那就说明这个这个这个给他们功劳是很大的啊 那么老矮等就败走啊 老矮就打不过秦王营正啊 所以他就跑了 于是呢 秦王营正就吉令国中啊 马上呢就在国国独当中 在整个秦国就发布了一道命令 说如果有能够升得老矮的能抓活的 那么给他钱百万 如果能够得到老矮尸体的杀之啊 把老矮给干掉的 把他的脑袋给拎过来的 那么给钱五十万啊 尽得矮等 结果这一道命令发下去之后呢 把老矮的这些当年造反的 跟着老矮一起造反的这些人 全部都把他们抓到了 然后呢 这里边有魏魏 他的名字叫杰 内使 他的名字叫四 这些人呢 全部都是这个官名啊 魏魏呢 也是当时秦国的九卿之一 他是主管宝贝宫廷的 等于是这个秦王嬴政的这个保镖 保镖的头 他的名字叫杰 内使呢 这个也是一个秦国的一个一种史官啊 史官之一 他的名字叫四 啊 还有这个 这个 左叶杰 左叶呢 也是一个官名 左叶一般是掌管这个皇家猎手的 这个皇帝要打 这个国王要出去打猎 那么就他有一帮这个御守 帮他这个驱赶野兽啊 啊 帮他这个围猎啊 管这些人的那个人叫左叶啊 后来汉武帝的时候给他改成叫次妃了 那么在这个秦朝的时候呢 就改成了 其实叫左叶 他的名字也叫 也叫杰 所以杰这个字啊 可能在秦国把它当成名字 可能这个现象也很普遍啊 还有钟大夫令齐 令齐呢 是人名 他呢 当时是做钟大夫 一共有二十多个人 全被砍掉了脑袋 并这个示众 消守的意思呢 就是把你的头砍下来 而且呢 挂在那个高杆之上啊 给大家看 这个叫消守 那这些人 这个秦王嬴政 为什么杀他呢 可能就是因为 这个在与老矮的抗争过程当中 这些人呢 保卫秦王嬴政不利 并不是说因为这些人造反啊 是因为这些人保卫秦王不利 可能没保卫好啊 或者是在这个 跟老矮的这个 战争过程当中呢 出的力也不够大 或者是干净就消极代工 所以这个秦王嬴政呢 就把这些人挑出来之后 把他们消守示众了 从这点上也能看出来 秦王嬴政这个人下手 也是比较狠的啊 然后 老矮呢 是被升级了 没有拿到死的 那么秦王嬴政呢 就玩个狠的 把这个老矮给车裂了 也就是我们现在 俗说的那个 五马分尸啊 这个把他给车裂了 车裂之后呢 在这个全国训事 给全国的老百姓看 告诉你们啊 造反就是这样的下场 而且灭其宗 把老矮的一家 全部都给砍头了 把这一宗都给灭掉了 集集舍人 轻者为鬼心 那么老矮的这些 这个一宗 他的家被灭掉了 那么跟着老矮干的那些门人 那些手下怎么处理呢 集呢 就是以集 那么老矮呢 就是这个 以及老矮的那些手下的 那些私人的官吏 怎么处理呢 犯罪轻的为鬼心 鬼心呢 是当时秦国的一个 一种这个 怎么说呢 一种 一种这个 仆役的 徒役的名字啊 为什么叫鬼心呢 是因为这种徒役 他干的活呢 是给宗庙取柴 叫鬼心 因为宗庙里面寄的 不都是鬼吗 你给鬼取那个心 那个心呢 就是潮潮这个下 是相当于柴火的意思 给这个宗庙的鬼 砍柴火 所以说叫鬼心 叫鬼心 因为那你说祭祀的时候 还为什么要砍柴火呢 因为当时祭祀的时候 是要点火的 也是要点火 在外边上 把这个柴火呢 堆一大堆 然后把那个宰杀的那些 牛啊 羊啊 猪啊 这些东西呢 把毛退光 然后扔到这根柴火上 然后进行烧 这个叫祭天 有的时候祭鬼神呢 也是这样祭的 所以说呢 那这些柴火呢 就要有专人去收集 去砍 去上山上去砍 那么这个活呢 其实呢 是这个徒役做的 啊 那把做的这个活呢 就叫鬼心 也就是说这个老矮府里边 那些犯罪比较轻的 那些这个舍人啊 让他们做这个鬼心 这个活 那这个活是有期限的啊 不能做一辈子 这个活的期限是三年啊 做三年 你就可以这个解放了啊 即伯爵签署 四千瑜伽 那么其他的那些呢 有官爵的 有爵位的那些 把爵位夺掉啊 迁到蜀国去 迁到蜀地去 当时呢 这个秦国认为蜀地那个地方四周都是山嘛 所以这个地方也不太容易逃啊 还属于可能是这个半南方之地 那么就迁到蜀国 那么一共有四千多家 有四千多家啊 然后加房陵 这个呢就有点不通了 因为这个房陵跟蜀地之间距离是很远的 你把这个呃 这些人呢迁到四川成都 住在那里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家怎么可能在房陵呢 因为他中间还隔了重庆的那个八 房陵呢 是在湖北啊 湖北的房陵 是在湖北的房线 他呢 距离蜀地啊 应该还有起码上千里左右的距离 所以这里面应该是太史公搞错了 就是这个在房陵安家 市月寒洞 那么这一年呢 发生了大的这个寒洞 而且居然有洞死的人 啊 杨端河 这个人呢 是这个秦国的一个名将啊 是这个将啊 是个大将的名字啊 他的名字叫杨端河 他呢 攻掩士 掩士呢 是魏国的一个这个县的名 就是现在今天郑州市的北边啊 攻这个掩士 那但是没说 那郭密攻下来啊 啊 就是攻打掩士 那么彗星呢 在西方又出现了啊 然后这彗星呢 因为彗星这东西 它是可以动的啊 它呢 又跑到北方去了 从斗以南八十 这里的斗呢 是指这个北斗七星 啊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彗星呢 出现在北斗七星以南 长达八十天啊 不散 一直在天上就这么挂着 所以古人认为 这个是异常的天象 十年 也就是秦王嬴政啊 当了这个十年的秦王之后呢 向国吕布伟 坐牢矮免 坐呢 就是连坐的意思 所谓连坐呢 就是朱连啊 其这个吕布伟呢 他因为受到牢矮这个事件的朱连 所以他的官职也被免了 那么还以为将军啊 还以呢 也是秦国的一个大将的名字啊 因为他呢 帮助这个秦始皇统一六国有大功 所以呢 啊 还以呢 升为将军了 这个还以这个人呢 在后代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梵吾七 啊 有的也叫梵渝七 啊 如果有读过荆轲次秦的啊 那段对那段比较了解的人啊 对这个梵吾七的名字肯定是非常熟悉 那么这个梵吾七其实就是现在的还以 因为这个还以呢 和梵吾七这两个名字的发音啊 方言我们普通话可能不太一样啊 但是根据方言来发音的话 这两个音呢 应该是差不多 那所以到这个荆轲次秦的时候 就被变成了这个梵吾七了啊 齐赵来治久 那么齐王跟赵王到了秦国 那么秦王呢为齐王跟赵王设酒宴招待 这个叫齐赵来治久 齐人毛娇 那么这个齐国人毛娇 他呢这个时候在秦国 做秦王嬴政的一个岁客 他就说服这个秦王嬴政 他说了 他说秦方以天下为事 方以天下为事呢 就是以打天下统一天下 为这个自己的目标 但是呢 大王宁也就是秦王嬴政 宁有千母太后之名 这个时候的赵姬呢 就是被秦王嬴政签走了 签到哪去呢 把他签到了雍这个地方来住了 就不让这个太后呢 住在咸阳这个地方了 等于是对这个赵姬的 一个变相的惩罚吧 但是因为他是自己的妈 所以自己呢 也不能拿他怎么样 虽然呢 他把这个老矮给处理了 但是不能这个处理自己的妈呀 所以就把这个太后 给签到雍这个地方了 那么这个谁呢 毛娇就跟这个秦王嬴政签说 说现在您呢 会为这个整个秦国的大王 您把自己的妈给牵走了 这个赵姬呢 毕竟是您的妈 你给的妈妈给牵走了 恐怕其他诸侯听说之后吧 就会背叛您 因为什么 因为认为您呢 这个没有不讲亲情 所以这个连自己的妈妈 所以这个连自己的妈都不管 所以其他的诸侯呢 就不敢归顺您了 因为归顺您搞不好 可能也会被干掉 所以呢 就会这个 会背叛情 这里的背呢 通那个背叛的那个背啊 就会背情 所以你怎么对待你的母亲 这个呢 是向天下释放的一个信号 你对待母亲好 虽然母亲这个参与老矮造反 但是你看这个造反了 我也原谅自己的母亲 毕竟是自己的母亲嘛 那么其他的这个国家 想造反的那些诸侯呢 他们可能眼睛都盯着这件事的 那他们可能就认为您 是请讲究恩情的 所以呢 就不会再造反了 但是呢 您跟您自己的妈的关系 搞得这么僵 那么其他的诸侯就会认为 你自己的妈你都这样的话 那你们对付我这些人 肯定下手会更狠 所以我们干脆 也就不顺服你了 就会造反 秦王仁仁一听呢 也有道理啊 所以呢 就把自己的太 把自己的妈 也就是这个太后 又从雍这个地方 又迁回到了咸阳 又把他这个 派人把他接回来 让他重新居住在甘泉宫 那么甘泉宫呢 就是原来太后居住的那个宫殿 又重新让他这个居住在这里 大索逐客 李斯尚书 岁乃指逐客令 李斯 应岁秦王 请先取韩 以孔他国 于是始思下韩 韩王换之 与韩非 谋 若秦 大良人 未聊来 岁秦王曰 以秦之强 诸侯 辟如 郡县之君 臣 但恐 诸侯 合纵 昔而出 不义 此乃智伯夫差 寅王之所以亡也 愿大王 无碍财物 陆其豪臣 以乱其矛 不过王三十万斤 则诸侯可敬 秦王 从其寄 见未聊 抗敌 衣服 以食饮 与聊同 大索呢 就是秦国 在国内进行了一次 大规模的 搜索 搜索的目的呢 就是这个 去找那些 从国外来的人 因为当时秦国 不是最初的时候 不是招了很多 国外的这个 闲能之人吗 到这个秦国 来为秦国服务 后来不是发生了 郑国渠事件吗 关于这个郑国渠事件 我们到时候会讲呢 因为发生了 这个郑国渠事件 秦王呢 嬴政就不太相信 整个秦国内的 其他的外国人 那些从楚国呀 赵国呀 魏国呀 齐国呀 韩国呀 来的这些人呢 这个秦王都觉得 他们有造反 有谋反 或者有理通外国的嫌疑 所以说在全国 进行大搜捕 然后抓到 只要不是这个秦国 本土出生的 那么全部都 把他们撵走 这里的逐客呢 就是驱逐外国客人 那么李斯就麻烦了 因为李斯这个时候 在秦国呢 他也是这个围官的啊 李斯他是楚国人 他也是在这个 被驱逐之列的 李斯在临走之前呢 就写了一封信 说服这个秦王嬴政 当然呢 这个信写的是非常有文采 据说更主要的问题呢 是因为李斯 善写这个历书 而且这个小历啊 写得非常非常好看 是一个当时 有名的这个书法家 那么秦王嬴政呢 又很喜欢这个字 所以说呢 他就看了李斯这个字呢 也就不舍不得 让李斯这个再回楚国了 所以就这乃指逐客令 就废除了这个 驱逐外国人的这个命令 李斯那因呢 因为这封信 说服这个秦王 请先举韩以恐大国 李斯说我们先把韩国拿下吧 把韩国灭了之后 让其他国家震恐 那么其他国家 就不会对我们秦国 再有什么想法了 于是呢 这个就让李斯下韩 下韩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 这个去到韩国出差 那么威逼韩国投降 你就不要让我们秦国 再出手打你了 你自己投降 规并我们秦国就算了 那么韩王换之 当时这个韩 韩王啊 就这个 就觉得这事不妥啊 就这个 以这个事为换啊 就就说 说李斯过来之后 劝说咱们投降秦国 那咱们要投降的话 咱韩国不没了吗 所以这个 他一直担心这事 那么他就跟谁去商量呢 跟他手下的一个族人 叫韩非 这个人在后代的历史上 是非常有名的啊 就是后来这么说的韩非子 这个人因为非常有文采啊 所以说就跟他商量 因为他也姓韩嘛 他都是韩王的这个宗亲啊 就跟韩非子的这个商量 说怎么能够削弱秦国 弱秦呢 就是研究削弱秦国的办法 大梁人魏辽来 那么这个大梁 大梁呢 就是这个魏国人啊 他呢 名字叫这个梁啊 这个魏呢 是他的官名啊 因为他在秦国 后来是做这个 这个国卫了 所以说叫魏辽啊 他到秦国来 然后呢 就干什么呢 他就说服秦王 给秦王出招 他说 因为以秦之强啊 现在这个纵观天下 这个各个诸侯国 我们秦国是最强的了 那么其他的诸侯国 譬如郡县之军 那些什么赵国呀 韩国呀 魏国呀 楚国呀 这些都像我们秦国的郡县一样 手下的那个郡县的 小国军一样 是我们的这个手下啊 跟我们比 他们的这个国力是没法比的 成了丹孔诸侯合颂 我现在就担心 这些小的诸侯国啊 相当于我们郡县的 这样的诸侯国 他们一旦要是合颂的话 就南北联合的话 那么出其不义 这里的西呢 就是通合啊 因为这个西字写法 也跟合差不多 所以说呢 他们如果要是 一联合起来的话 在这个出其不义的 攻打秦国 那么这个就变成了 当年在春秋末期的时候 那个智伯夫差 跟奇米王的下场了 那么这关于这个智伯夫差 跟奇米王啊 的下场 那么将来我们会读到相关的世家的灭传的时候 会说到啊 我们这里就不再说了 就相当于跟他们一样了 之所以王 也就是说 智伯夫差 闽王 之所以灭王 就是因为 这个其他人联合 而这些人不知道 因为智伯当时的智氏呢 在这个晋国也是最强的一家 夫差的吴国 因为当时夫差是吴王嘛 他也是当时的霸主 那么奇米王 当时在东边 也是非常强的 就是因为仗势自己太强了 他没有这个顾及到 其他那些比他更弱的那些国家的联合 才导致自己灭亡的 那我们现在秦国呢 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要不注意这些 小的诸侯国军进行合纵 攻击我们的话 搞不好我们的命运 也跟智伯夫差跟米王 是一个下场 所以希望您 这个愿大王呢 就是希望您 不要爱惜您的财务 你要干一件事 干什么事呢 您拿出钱来 去贿赂这些国家的大臣 豪臣的就是大臣 你给他们送钱 让这些大臣呢 就是暗地里为我们秦国服务 这样的话呢 这些大臣各自的拿了您的钱 就会乱齐毛 就会搞乱自己国家的阴谋 最主要的就会搞乱这些合纵的阴谋 哎 这些他不再能合纵了 我们秦国呢 就可以各个击破了 所以这个叫 不过王三十万金 您拿出来的钱呢 也就是三十万金 三十万金呢 相对我们秦国来说呢 不算啥 那么诸侯可敬 所有的诸侯都会被我们义王打尽 这叫诸侯可敬啊 秦王从其计 那么这个秦王嬴政呢 听这个魏辽说的有理 就听从了他的这个计策 见到魏辽之后 抗礼 所谓的抗呢 是对等的意思 那么见到魏辽之后呢 行的礼都是一样的 说明秦王呢 这个时候还能礼贤下事 你给我出好招 那我就看得起你 见面之后呢 我也不把你当臣 你也不要把我当国君 大家行的礼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后来出了一个词 叫分平抗礼啊 衣服食饮与辽同 那么秦王自己穿的衣服 自己的吃喝饮食 跟这个魏辽全部都是一样的 就把魏辽呢 表明是自己的哥们 辽曰 秦王为人 风准长目 智鸟应 财生 少恩而虎狼心 居曰一出人下 得志 亦清识人 我不依 然见我 常 身自下我 成使秦王 得志于天下 天下皆为如已 不可于酒游 乃王去 秦王诀 故止 以为秦国卫 足用其计策 而理思用事 这个魏辽呢 就说啊 说这个秦王的为人呢 是风准长目 智鸟应 风准呢 这个准呢 有一种解释方法 说是鼻子 准呢 就是鼻子 鼻子呢 在过去也叫准 如果是这个准 是异成这个鼻子的话呢 那么风准 说的就是这个鼻子啊 长得像的那个 蜜蜂的那个腰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 蜜蜂的那个腰呢 肯定是中间细 两头粗 那么这个鼻子呢 如果长成这样的话 应该是属于那种 塌鼻梁 鼻梁是塌的 这个呢 是一种解释方法啊 还有一种解释方法呢 正好和这个相反的 说这个风准的意思呢 是同那个龙准 也就是高鼻梁 就是那个 后来我等我们读到 这个刘邦的那个时候 高祖本纪的时候啊 可能会这个 说到这个刘邦的长相 那个时候呢 会这个会说到 刘邦的长相呢 就是属于龙准 所以他叫龙准公嘛 那么龙准呢 就是高鼻梁 但是呢 这个钱中书先生 以为啊 这个风准呢 既不是高鼻梁 也不是他鼻梁 而是说他那个鼻子啊 非常尖 非常锐 就像那个蜜蜂的 那个刺一样 所以说这个龙准呢 这个风准呢 可能也是这个 这个意思 所以究竟这个风准 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们不知道了 就是这个 反正有这三种解释啊 长目是比较好理解的 长目呢 就是指这个眼睛 长得比较长 啊 智鸟鹰 那这个鹰呢 是这个胸脯的意思 那么智鸟那样的胸脯 那这个胸脯呢 应该是属于那种往前突出的啊 那种啊 前胸往前突的那种 其实按照现在的这种审美观呢 是应该属于一种这个旗形啊 所以啊 当时呢 这个秦王平正呢 长得可能是他那个胸 有点往前突 所以啊 看起来就像那个智鸟一样 那么这智鸟呢 就是一种猛禽啊 是那种啊 就是专门吃这个老鼠啊 或者蛇呀 就是这种啊 从高空飞的那种猛禽 大家都知道啊 这种猛禽的鸟 它的那个胸呢 都是往前突出的啊 所以从从这个秦王的外貌上来看 这个卫寥呢 他就得出一个规律啊 他说啊 这个秦王为人 风准长目 智鸟鹰啊 长得反正挺畸形的啊 然后而且这个声音听起来 也比较恐怖 是柴声 柴呢 就是一种动物 所以叫起来应该是很难听的那种啊 这样的人呢 经常会是少恩 而虎狼之心 少恩呢 就是刻薄 寡恩啊 不讲就这个恩情啊 然后呢 这个虎狼心 说明这个人心呢 是比较狠的 这个呢 在以前我们讲这个 这个秦王平正 以前那些做法的时候 都已经初步都了解了啊 居约 一出人下 居约呢 就是指他这个困境 容易 这个他 居于困境的时候 就还没有发达的时候 他呢 是不难 居于人下的 就是这个人呢 说的俗一点 就是该装这个孙子的时候 他能装孙子 该能当爷的时候 他也能当爷 那么装孙子的时候 他是这个 你让他干啥都行 但是他要当爷了 那就是下边这句话了 叫得智义轻食人 得智义轻食人的意思就是 不把吃人当成一回事啊 这个是执意啊 不把吃人当成一回事 那你说他还能把什么当成一回事呢 所以说这个只要他一得智的话 就有那种小人得智的那种感觉啊 然后这个魏辽就分析了 说我是一介不一 我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农民 一个普通的这个老百姓 然见我长身自下我 但是即便我身份这样低 地位这样卑贱 但是这个秦王嬴政呢 见到我之后呢 常常是居于我之下 这个叫身自下我 在我之下 那就把我比他还高大 成使秦王得志于天下 假如啊 真的是让这个秦王嬴政 能够得志于天下的话 就是说他能够有 有朝一日能在天下 这个说了算的话 天下皆为奴役 那么估计普天下所有的人 都将成为他的这个俘虏 都将成为他的奴隶 不可与久游 那么像这样的人 是不可能长期和他打交道的 不可能长期和他共事的 所以乃王去啊 就基本上就想要跑啊 于是就跑了 那么秦王呢 就发觉了 魏辽呢 可能要跑 就固执 就一定要让他留下来 以为秦国魏 那么在秦国呢 做这个魏这个官 魏呢 在秦国应该是最高的 军事长官之一了 那么国魏呢 就是相当于后代的 尤其像宋朝啊 像其他的那些 像汉朝那些太魏这样的官职了 等于是那种三军总司令上的 这样的官 最高军事长官了啊 可以说呢 秦王嬴政给魏辽的官呢 不可谓是小啊 足用其计策 那么最后呢 也采用了魏辽 这个计策 什么计策呢 就是前面讲了 用这个三十万金 贿赂各个国家的豪臣 让他们呢 为秦国做事 而李斯用事 但是呢 这个秦王嬴政啊 也没有把李斯 晾在旁边 李斯呢 说话还是算术的 李斯呢 也掌管实权 实际上这段时间呢 秦王嬴政就用了这么两个人 李斯呢 主要是主抓郑士 那么魏辽 主抓军士 这两只手啊 都是在抓 十一年 王俭 还以 杨端河 公业 徐九成 王浅 公 鳄鱼 辽阳 皆并为一军 简 将 十八日 军归斗石以下 十推二人从军 取夜 安阳 还以降 十二年 文信侯 不为死 窃葬 其舍人 邻者 晋人 也逐出之 秦人六百师 以上 伯爵 千 五百师 以下 千 不夺绝 自今以来 操国事 不道如老矮 不为者 及其门 是此 求 赴 老矮舍人 千 熟者 当世之时 天下大汉 六月至八月 乃雨 秦王嬴政的十一年 就是公元前的 二百三十六年 那么这一年 三个大将军 王俭 桓邑 跟杨端河 这三个人 攻打夜城 取了九个城 业呢 就是现在 在那个 今天的河北 王俭 攻 鳄鱼 辽阳 皆 并为 异军 那么王俭呢 他这个攻打的是 鳄鱼 鳄鱼呢 也是赵国的 一个县的名啊 就是现在的 山西省的 河顺 那么辽阳 也是赵国的 一个县的名 就是山西省的 左权县 把这两个地方呢 是王俭 攻打这两个地方 皆并为异军 并为异军的意思呢 就是把这个 工业和攻打 鳄鱼 辽阳的军队 把它合编在一起 由王俭呢 统一统领 这个叫合并为异军 简将十八日 军归斗石以下 十推二人冲军 简呢 就是王简 王简呢 这个是十八日 他呢 是这个将在 将在十八日以后 不是 王简呢 就是当这个总将军呢 当这个将领 在十八天以后呢 军归斗石以下 那什么是斗石呢 就是这个 十推二人冲军 这个斗石啊 是一个专用的 一个名词啊 他呢 本来的意思是指 那个在军队当中 为军队服役啊 因为这个军人 都是有俸禄的 因为大家 这个拿钱打仗嘛 对吧 你要不给他拿钱 不给他钱 他一般也不打 那么给他的俸禄呢 是一个月 是十一壶的粮食 这个叫斗石 就享受这种工资的 这个士兵叫斗石 那么在军队当中呢 他也是有层次的 有些人呢 他可能享受的是 每个月十一壶的粮食 有人可能比这个还高 有人享受的比这个还低 那么这个比他低的 这个层次的这个军事啊 那么就开始精简了 十推二人从军 十个人当中选两个人从军 那么等于八个人呢 要被这个就复原了 要要回家了 这个叫石推 二人从军 等于是王简 做了这个将军以后呢 对军制啊 进行了一个改革 就精简军队的编制 军队的人数少了 他的战斗力呢 不一定会减弱 这个王简 所以做了这样一个动作啊 取叶安阳 他这个把军队改编完之后呢 供取了叶城跟安阳 这两个地方啊 供取这两个地方的这个将军 指挥的将军呢 是桓乙啊 桓乙呢 是这个为主将 把这两个地方给攻打下来了 那么这个安阳呢 就是现在的河南 河南的那个安阳啊 叶呢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在那个河北啊 在河北这个这个叶城啊 也是非常有名的啊 一个地方啊 12年文信侯不韦死 窃葬 那么12年呢 就是公元前的235年 文信侯吕不韦死了 窃葬是什么意思呢 窃葬就是没有公开的埋葬 如果按照以前 吕不韦文信侯的这个 这个这个爵位啊 那他这个下葬应该是非常隆重的 但是后来吕不韦不是被这个 秦王行政给点关了吗 所以说他这个埋呢 就没有在这个兴师动众了 而是呢 属于那种私家的殡葬啊 私家的殡葬 把他埋的啊 就是官方没有没有参与了 这个叫窃葬 窃呢 就可以理解成是私 其舍人临者 那么吕不韦当时手下呢 有很多的舍人 就是他的私人官吏 如果他们来参加了吕不韦的葬礼的话 如果是晋国人的话 也就是属于赵国卫国韩国来的这些人 在吕不韦的梅下做舍人 而且还参加了吕不韦的葬礼的话 那么一律都驱逐出境 就不要让他们在秦国再待了 那么秦国人呢 也有参加吕不韦的这个这个这个葬礼的 或者跟吕不韦关系比较好的 那么他的俸禄如果是在六百十 年俸禄在六百十以上的 就把他的爵位夺掉 你有爵位的就把你爵位夺掉 而且呢还把你迁走 迁呢就是要把你这个迁居属地 或者是迁居其他的一些地方 把你的爵位给你夺掉 那么五百十以下的就这个迁走 但是不夺你的爵位了 所以以这个六百十跟五百十 作为一个分水岭啊 就是作为一个夺爵和不夺爵的这个分水岭 那么至今以来 至今以来呢就是从今以后 那从此以后叫至今以来 操国士不道如老矮不韦者 及其门 所谓的操国士呢就是指办理国士 这个操国士就是办理国士 他的不道 不道呢就是违逆不道 就像吕不韦跟老矮那样违逆不道的那个人 就及其门 及其门呢就是把他这个就抄家吧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清楚一点 就是啊 抄家 然后把这个人全部都作为奴隶来看待 誓辞 誓辞呢 这个就是属于一种公文的用语啊 就意计呢 就是从此以后 全部都按照这个条例来办理 这个叫誓辞 求赴老矮舍人迁属者 因为当初那个处理老矮的时候 老矮的那个门下的舍人 有一部分人不是被迁到属地去了吗 那么其中有一些人呢 就是被放回来了啊 赦免了他的那个罪过 就准许他返回原籍 不用再去这个属地了啊 当事之时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天下大旱啊 整个秦国呢都处于大旱期 六月到八月才开始下雨 十三年 还以攻赵平阳 杀赵将护者 斩首十万 王之河南 正月 惠星建东方 十月还以攻赵 十四年 攻赵君于平阳 取宜安 获之杀其将军 还以定平阳五成 韩非使秦 秦用李思谋 刘非非死云阳 韩王请为臣 十三年呢 就是公元前的二百三十二百三十四年 还以呢就是攻打赵国的平阳 把这个赵国的一个将军啊 叫护哲的给杀掉了 那么这个平阳呢就是今天河北省的临张县啊 那个地方就是平阳啊 斩首十万啊 这次战争呢 秦国获利这个比较丰富啊 就是杀了十万的赵国人 王之河南 那么秦王呢在同一年到这个河南郡去了 这个河南呢就是秦国的一个郡名 他的郡的治所呢就是在洛阳那个地方啊 到河南去寻守 那么正月啊 惠星献东方啊 正月呢就是这个 呃 这个时候司马县用的是周朝的立法啊 因为周朝的立法是以十一月为这个一年的正月啊 因为这个时候是十一月嘛 后来这个秦国立国的时候 他的立法就变了 把这个每年的十月份作为一年的正月 但是他现在呢用的还是周王室的立法 那么也就是这个十一月 惠星呢在东方出现了 那么啊 十月环以攻赵啊 环以这个就是攻打赵国啊 环以攻打这个赵国啊 所以这个十四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二百三十四年 啊 攻赵国军队于平阳取宜安 还是在平阳这个地方啊 还是跟这个赵军在打仗 然后取了宜安这个城市 宜安呢也是赵国的一个县名 就是在今天河北省的啊 搞城的西南 那个地方呢是宜安啊 把宜安也给破掉了 而且把啊防守宜安的将军也给杀掉了 环以呢定平阳跟武城 环以呢就把啊这个赵国的平阳跟武城这两县呢 就全部都拿下来了 这武城呢是河北省的慈县的西南 韩非呢使秦啊秦用李斯谋 韩非呢就是韩国的那个韩非啊 这个公族这个人在后世也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韩非子 他呢出使秦国 因为他此前不是跟这个韩王一直在商量怎么削弱秦国吗 可能商量好这个计策了 所以韩非呢就到秦国来出使 秦国呢用这个李斯的这个计谋 把韩非就给扣住了 没让他回去 韩非呢最后死云阳 云阳呢这个地方是只是也是秦国的一个县名啊 是在今天陕西省的纯化县的西北 那么这次韩非入秦呢 这个史上流传的这个说法很多啊 有一种说法呢 说是秦王啊 因为这个看了韩非的文章 他觉得很喜欢 所以说呢他就命令这个韩王 把这个韩非呢送到秦国来 是一种说法是这样 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韩非可能是跟这个 他的这个韩王啊 商量好计谋之后呢 是主动到秦国来的 所以说究竟是哪种来的 这里面是没讲啊 但是来了之后呢 就是这个秦国用李斯的计谋 据说李斯呢 跟这个韩非是同学 他俩呢都是老师 而且这个韩非呢 学业的成绩啊 你这个李斯要好 所以李斯呢嫉妒他 怕这个韩非呢 取得秦王的这个信任 而秦王冷落自己 所以说呢 他不断的在这个秦王面前呢 禁谈言 说韩非的坏话 那么秦王嬴政呢 就听了李斯的计谋 把韩非呢就给扣住了 就没让他回这个韩国 最后呢 韩非呢就是死在了这个秦国 据说是这个李斯啊 到监狱里面去 亲自呢把药呢送给韩非 那说是秦王的命令 就是赐你要死的 所以韩非就死掉了 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是这个李斯啊 这个实际上呢 他是为了这个秦王的利益 因为他识破了这个韩非啊 可能到秦国来 来这个来削弱秦国的 这样一个计谋啊 他识破了之后呢 他就可能就这个跟秦王说了 说这个韩非这次来 可能是带有其他的目的 我们最好就直接 把它处理掉就算了 所以呢 最后秦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把那这个韩非也赐死了 但是不管是哪种原因吧 现在因为这种事情 就是扑朔迷离啊 谁也搞不清楚 但结果呢 确实是韩非死在这个秦国了 他没有这个回到韩国去 韩王请为臣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韩王就是韩国的末代国君 韩王安 他呢就是请求做臣 这个秦国的臣 实际上呢 就是已经啊 已经这个投降这个秦国了 十五年大兴兵 义军至业 义军至太原 许郎梦 帝栋 十九年九月 发足授帝 韩南阳 甲守藤 初令男子舒年 为献帝于秦 秦至立役 十七年 内史藤攻函 得韩王安 晋纳其地 以其地为郡 命约影川 地动 华阳太后 足明大姬 十五年呢 就是公元前的 二百三十二年啊 大兴兵 大兴兵呢 就是开始 秦国又开始 大动这个兵革啊 一军分成了两支军队 一支军队呢 到了河北的这个叶城 一支军队呢 到了山西的太原 取郎梦 那么郎梦呢 就是赵国的 当时是赵国的 一个县的名字啊 就是今天山西省的 阳区县 取这个郎梦啊 当时呢 这一年呢 也发动了这个 也是有地震啊 地动就是地震 发生了一场地震 那么十六年呢 也就是公元前的 二百三十一年 九月份 这句话有点难理解啊 叫发足授帝 含南洋 甲守藤 啊 这个这句话 怀疑啊 这里边是有这个字啊 可能是落下了 有一种说法呢 说这个发 发足授帝 授 含南洋 帝 啊 这个授帝 含南洋 应该是授 含南洋 帝 这样的话 可能说的就比较通 就是这个语序上呢 稍微调整一下 而使这个内史藤 为甲守 这个甲呢 就是代理的意思 让这个内史藤 这个藤呢 是人名啊 是秦国的一个内史 让他呢 是代理这个太守啊 作为这个长官啊 这是一种说法啊 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这句话 可以这样理解 说这个 发足授帝 韩南洋 这个地方呢 应该隔一下 然后甲守藤 就是秦国发兵 受韩的南洋 因为这个南洋 就是南洋是郡嘛 把这个原来是属于韩国的嘛 发兵呢 就是把韩国的这个南洋 这个地方呢 把他接受过来 乃出于韩南洋 甲守藤之头线 然后为什么这个秦国 能把这个韩国的南洋 这么顺畅的就接受过来呢 是因为原来韩国呢 在南洋这个地方 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藤 他在这个地方呢 做这个代理太守 做郡的代理太守 然后他投降了 他投降呢 就把南洋这个地方呢 献给了秦国 所以说呢 叫发足授帝 韩南洋 甲守藤 反正这两种解释吧 都是要这个 要不就是要动一下 这个句子的语序 要不就是要往上填字 要是要理解 因为他这里边 这个这里边 肯定是有缺字的 所以就怎么翻译都可以啊 这两种翻译呢 都是你都不能说错 这里边呢 就是甲守 就是代理郡守之职 郡的太守之职 这个叫甲守 这里的甲呢 就通那个社 就是那个社政的那个社 是属于代理的意思 其他的呢 这句话倒也没有什么了啊 出令男子书年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开始实行普查人口 这个呢 在秦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举动啊 就是把所有的男人的名字 年龄啊 载入官府的这个布侧 以便于随时争调啊 用来这个蒸发姚意啊 或者是进行打仗啊 战争啊 有一个人口的统计 魏国呢 献帝于秦 魏国呢 把自己的土地呢 也献给秦国秦治立义啊 秦朝呢 就是秦国呀 就开始修筑啊 管理秦始皇的立山的陵墓啊 然后呢 这个而且呢 就是为了做这个秦始皇的陵墓 他还专门设了一个县一级的行政单位啊 也就是那个就叫立义啊 这个现一级的行政单位呢 就是立义 他的职责呢 就是专门为秦始皇修这个立山的陵墓啊 就是这个专门制的一个立义啊 这里的制呢 就是设的意思 十七年内史藤攻韩 内史藤呢 应该就是前边说的那个甲手藤 他呢 是攻打韩国啊 他攻打韩国得韩王安 把这个韩王安啊 也就是抓到了进纳其地 把韩国的地全部都纳入到了秦国的版图 以其地为郡 那么把韩国原来的那并过来的地呢 就是以郡啊 来命名把它改制改成郡啊 命约颖川 这个郡的名字呢 叫颖川郡 所以韩国到这个今天呢 就是到这个时候为止啊 到这个秦王嬴政十七年的时候 他是这个六国当中第一个被秦国灭掉的 这个六个比较大的国家啊 那这一年呢 发生了地动啊 也又发生地震啊 同年同年华阳太后也死了 这个华阳太后呢 就是秦王嬴政的那个祖母啊 但是呢 他不是秦王嬴政的这个 这个亲祖母 因为他的秦王嬴政的父亲子楚 他是投靠在这个华阳太后的门下 才当上了这个短暂的秦王了 所以他是因为在吕布伟的操作啊 投靠了华阳太后的门下 然后呢 才当上秦王 所以说这个从这个血缘的关系上来讲呢 秦王嬴政不是华阳太后的这个亲奶奶 明大鸡 那么这一年呢 就是秦国发生了这个大的饥荒 十八年大兴兵公兆 王俭将上帝下井秦端河 将河内枪会伐赵 端河为邯郸城 十九年王俭将会 进定取赵帝 东阳得赵王 引兵御攻烟 屯中山 秦王之寒滩 朱长羽王 生赵时 母家有仇怨 皆坑之 秦王还 从太原上郡归 始皇帝母 太后邦 赵公子家 帅其宗数百人之代 自立为代王 东宇燕 合兵 军上古 大击 十八年呢 就是公元前的 二百二十九年 那么秦国 新兵开始攻打赵国 大新兵呢 就是说这个发兵的人数 是比较多呢 那么总将军呢 是王俭 王俭呢 将上帝下井行 王俭将上帝下井行的意思呢 就是他统领上郡的兵 然后下攻井行 这个叫将上帝下井行 井行呢 就是河北省的井行县 当时呢 应该是属于赵国的这个土地 王俭呢 就把井行这个地方呢 给攻下来了 江上帝呢 就是带领上郡的那个兵 下井行 就是把井行给拿下来 叫下井行啊 十九年 那么就是公元前的 二百二十八年 王俭跟这个枪会 这个字面会啊 也是当时这个下井行 不是 是那个端河 江河内 端河呢 就是这个杨端河 他带领河内的兵 江呢 就是带领河内的兵呢 河内的兵 还有这个枪会 也是一个秦国的将军 讨伐赵国 杨端河呢 就是围邯郸城 杨端河呢 把这个邯郸城给围上来了 但是这个杨端河啊 还是以前也曾经出现过这个人啊 但是枪会这个人就啊 摸不清什么来头 好像也没有对他也没有什么介绍 但是呢 从这里边看呢 他应该是秦国的一个将军啊 讨伐赵国把这个寒甘城呢 给围起来 那么十九年的时候呢 也就是公元前二百二十啊 八年的时候 王俭跟枪会进定取赵地 把那个赵国的土地呢啊 该打的都打下来了啊 东阳得赵王啊 这里的东阳应该是 太史公先生搞错了啊 就是说他原来的意思说 在这个东阳这个地方啊 捉到了赵王迁 但实际上呢 并没有存在这个东阳这样一个地方啊 所以后来的人怀疑 这个东阳应该是平阳 那么在这个河北平阳的地方 把这个赵王迁呢 也给抓到了 等于啊 是这个赵国基本是被灭掉了啊 但是没有灭的太干净啊 引兵御攻烟 因为这个燕国跟赵国是挨在一起的 所以说干脆就顺手把燕国一给他灭掉就算了 所以呢 这个王俭的大兵呢 就屯中山 中山呢 就是现在的河北省的石家庄 因为这个地方呢 就是离这个燕国已经比较近了 秦王呢 在这一年到了邯郸 到了邯郸啊 邯郸的就是赵国的首都 说明赵国呢 这个基本上已经被秦国已经灭掉了啊 然后啊 朱常与王生 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 那这个做法呢 就是标志着秦始皇啊 也能证明这个秦王嬴政 属于那种刻薄寡恩的那种 有虎狼之心的人啊 就是当年 他的母亲赵姬 不是在赵国生的这个秦王嬴政吗 那么生的时候 他可能受尽了人家的这个白眼 啊 所以说那个当时跟这个赵姬有仇的 跟他们一家有仇的那些 这个朱呢 就是所有 长呢 就是曾经 所有曾曾经跟这个秦王 生在赵国时候 他的母家赵姬有仇怨的 全部都找出来坑杀掉啊 把他们杀死埋掉 或者干脆可能就是活埋啊 所以这批人也是属于倒霉啊 所以当年可能瞧不起这个赵姬啊 就可能是对他有白眼啊 或者是有嘲笑 那么这批人呢 啊 这个当年全部都被找出来了啊 当然这里边可能不乏 有这种冤死的啊 啊 秦王还 那么秦王还 秦王嬴政呢 就从赵国回来了 从太原上郡这个地方回来的 那么也就是说他走的时候呢 是回来的时候 是从这个山西太原和上郡啊 这个地方是回到了这个呃 秦国的首都啊 史皇帝母太后峰啊 太后峰呢 这个也就是属于呃 赵姬啊 就是秦王母太后啊 就是这个史皇帝母太后啊 这个母太后好像还不是赵姬 是子处在赵国所娶的那个人 啊 是不是别的女人啊 这里面没说清楚啊 那我们这样吧 这样理解吧 史皇帝的母啊 那应该是他妈了 应该是赵姬了 赵姬就是今年死了 应该是他亲生母亲啊 崩的就是家崩了 赵公子家也就是说 因为赵国不是被秦国给灭了吗 灭了之后呢 啊 虽然邯郸呢 被秦国给占了 但是赵国的这个 有一个有一个公子叫叫公子家 他的名字叫家啊 他还不服气 他就率领了其他的这些 不想投降秦国的宗族呢 大概有数百人 然后跑到哪去了呢 跑到这个代地 代地啊 跑到了代地这个地方啊 也就是这个河北省的魏县啊 这个地方吧 啊 是跑到这个地方啊 跑到这个地方干什么呢 就是自立为代王啊 自称王啊 自称王之后就想跟这个秦王嬴政 还是要要PK啊 然后他东边呢 跟这个燕开始合兵 因为这个燕呢 也是秦国想要灭的下一个这个啊 国家 所以说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干脆就是这个燕国跟这个赵国的残余式礼合在一起啊 军上谷 在上谷这个地方呢 啊 这个就是呃 驻扎驻扎下来 上谷呢 大概相当于今天河北省的张家口 还有那个赤丰 还有北京延庆的那一带吧 反正这一带呢 都叫上谷啊 然后把这个军队驻扎在这里呢 准备跟秦王还要进行这个啊 PK一下啊 这一年呢 发生了大的激憾 二十年 燕太子丹 换秦兵治国 恐 使荆轲赐秦王 秦王决之 提解荆轲 提解科 以训 使 而使王俭 新盛攻燕 燕带发兵 击秦军 秦军破烟 溢水之息 二十一年 王奔 攻京 乃亦发足 亦王俭军 碎破燕太子军 取燕 继承 得太子丹之首 燕王 东收辽东 而望之 王浅 谢命老规 心正反 昌平军 喜于影 大浴血 身 二十五寸 二十年呢 是公元前的 二百二十七年啊 这个燕太子丹呢 他担心秦军啊 要到了自己国家的门口了 家门口了 他就有点害怕了 就派这个荆轲啊 赐秦王 实际上呢 燕太子丹 他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啊 因为这个秦国 第一个灭的是韩国 然后接下来呢 又把自己家门口的 这个邻居啊 赵国 也给灭了 大兵呢 直接就压进了 这个自己的门口 因为这个时候 秦军呢 已经是住在中山 这个地方了 中山呢 也就是在这个 燕国旁边的啊 下一个目标 很有可能就是燕国 那么燕太子丹说 这个我得救这国家呀 但是呢 凭燕国 这个小小的国家 跟这个秦国的 虎狼之师对抗 那只有死路一条 燕太子丹说呢 我就采用另一个办法吧 采用这个 现在比较流行的 定点清除 我干脆就派一个杀手 把这个秦王赢政 把他干掉就算了 对吧 那么再上了一个 新的秦王 也许呢 就是这个 在这个形式上 会有一点转机 但是呢 实际上燕太子丹 这种想法 也比较天真啊 当时这个天下大和 可能已经是一个定势了 即便是这个 你派一个杀手 把秦王给干掉 那么后来上来 上来的那个秦王 他肯定还是奉行 这个统一不变的 这个统一的政策 所以呢 就是你 你这种做法 别说你不成功 即便你成功的话 其实你也阻挡不了 燕国灭亡的这个命运 但是呢 当时啊 燕太子丹 他是不知道这一点的 他觉得这个天下统一 秦王这个吞了一个国家 嬴政啊 吞了一个国家 又一个国家 他觉得这可能是 嬴政个人的一种行为 所以呢 他就觉得 派这个荆轲 干脆去把这个秦王啊 把他干掉就算了 使荆轲刺秦王 这个这段事呢 我们到时候在这个刺客列传里的时候会详细讲啊 荆轲杀秦王的时候呢 被秦王给发现了 叫秦王决之 当然了 叫没刺杀成 没刺杀成呢 这个秦王就提解荆轲 以训 提解呢 就是把这个荆轲 大卸挖坏了 砍成肉泥了 在全国训事 那意思呢 就是告诉其他的这个诸侯国的刺客 你们就不要轻易来杀我 你杀我之后 你的结果就是这样的 而使呢 王简跟新盛攻打殃国 本来呢 这个秦军呢 驻扎在这个宗山这地方呢 可能这个究竟是攻哪个国家 还没有这个拿定最后的主意啊 可能殃国还不一定是 秦国要攻的下一个目标 但是呢 燕太子丹呢 这样一做啊 反而就是萤火烧身了 秦王嬴政说 我还没动手呢 你先动手了 那对不起 我就只能先抽你了 于是呢 他就派这个大将王简 跟新盛这两个人去攻打燕国 王简是非常有名的啊 是秦国的名将 但是新盛这个人不是特别清楚啊 就出现过这一次 那么燕国也不能这个不抵抗啊 所以说呢 这个燕国跟那个前面说的 那个赵国的宗子嘉 就是那个戴王 他们两家呢 和平一处就攻打这个秦军 当然呢 也不是秦军的对手 所以说在这个 溢水之溪的那个地方 这个秦军呢 就把燕国的军队给打了 这个大外挥书啊 这个溢水呢 在河北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条河 21年呢 也就是公元前的226年 王奔啊 这也是秦国的一个大将啊 他是攻打京 京这个地方呢 就是楚国啊 中原国家有的时候呢 把这个楚国叫京 有的时候把楚国叫楚 叫楚呢 是比较正规的 但是如果要是叫京的话 说明对着楚国呀 多多少少有一点蔑视的那个意思 那一发族 一王俭军 同时呢 秦国呀 也给这个王俭的大军里边 就增发这个兵族 于是呢 王俭呢 就碎破燕太子军 把这个燕国的这个国家的军队啊 彻底就打败了 取了燕的这个首都叫济城 也就是现在今天的北京 得太子丹之首 那么燕太子丹呢 也没有逃过厄运啊 自己的脑袋呢 也就跑到了秦国的这个 秦王嬴政的手上 当然呢 燕太子丹呢 不是被这个秦王 秦国人杀的啊 他是被自己人杀的 当时呢 这个燕太子丹跑了 他跑到哪儿去了呢 他跑到那个辽东那边去了 跑到辽东那边去吧 想可能是这个 收集一些乌合之众吧 然后再进行这个反戈一击 但是呢 燕王喜为了这个求得 秦国对他的原谅 所以说燕王喜呢 自己下手 把这个太子丹给干掉了 把这个脑袋呢 就送到了秦王这里 所以燕子 这个太子丹死的也是不云不白啊 那么燕王呢 东收辽东而望之 这个燕王说 好了 北京那块地儿 我也待不住了 他呢 就跑到这个辽东这个地方 辽东呢 就是这个东北的辽宁的东部 这块地方啊 就把那些这个乌合之众 那些愚众的又收集起来 在这个地方呢 他又称王了 而望之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又称王了 王俭呢 谢病老归 那这个时候呢 王俭呢 并没有这个再往前打 他呢 就说自己有病了啊 我要回去要休息一下 啊 新政反 那么这一年呢 这个韩国的那个首都啊 前首都新政啊 又造反了 因为这个韩国不是被秦国刚灭吗 所以说这个 有一些这个韩国的旧的大贵族啊 可能不是特别服气 啊 秦王嬴政啊 他的统治啊 所以说这些人呢 就商量一下 就开始在新政这个地方又重新造反了 当然了 造反结果肯定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那么昌平君呢 喜于嬴 这是另外一件事的啊 昌平君呢 是楚国的一个公子 他的名字呢 叫熊奇 把他呢 迁到嬴这个地方 原来呢 昌平君可能是不是在嬴这个地方呆着的 他可能是在国外呆着的 可能是呆在韩国 那么这个秦王嬴政呢 把韩国拿下之后呢 对于这个楚国的这个公族的人呢 就是这个公子怎么处理 秦国人呢 也还不是特别清楚 就暂时呢 把他迁到了影这个地方 这里的影呢 不是指那个楚国的首都啊 但是呢 离楚国的首都很近 可能是这个秦国在这个地方建的一个 临时性的一个监狱 就把这个这个昌平君呢 临时迁到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楚国这个时候 还没有被拿下来嘛 所以说就害怕 秦国有点担心 说我在攻打楚国的时候 这个昌平君如果要是管不好 那么他有可能会这个给我添乱 对吧 会造反 所以说我先把他管起来 就把他迁到了这个影这个地方 那这一年呢 是大玉雪 玉呢 就是下的意思 这一年呢 就是下了大雪 这个雪下的非常大呀 平地深 梁池五寸 那这个雪应该是非常大了啊 22年王奔攻卫啊 引河沟灌大梁 大梁成坏 齐王寝祥 进取燕地 进取齐地 22年呢 就是公元前的225年 那么秦国大将王奔 开始攻打魏国 啊 现在六国呀 已经没有几个剩下了啊 还剩下三个 一个就是魏国 楚国跟齐国 啊 赵国 燕国 跟这个韩国呢 已经都被灭掉了 那么这个王奔呢 开始攻打下一个目标 就是魏国 那攻打魏国的时候呢 他就不用人了啊 王奔玩了一个 王奔呢 玩了一个更更高明的 他是用这个河水来灌大梁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这个大梁啊 是这个旁边有一条河 而且呢 他饮的这个水呢 是这个河沟的水 这个河沟呢 非常有名 就是这个古代的一条 最古老的运河 叫洪沟 叫洪沟啊 洪呢 就是那个三脊嘴 加上一个弓 再加一个鸟子 那个洪 是大的意思 洪沟呢 是连通 古代的黄河 跟淮水之间的一条 这个南北走向的 一条运河啊 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 可能后来呢 这个这条运河 可能就就 已经没有水了 就就被填 基本被填平了 当时呢 这这条河 是非常有名的 因为它是南北走向的 因为中国的河流呢 基本都是 东西走向的 比较多啊 叫四毒 毒呢 就是三脊嘴 加一个那个 那个毒熟的毒 去掉那个 岩字旁啊 叫四毒 毒呢 就是河流的意思 那么从南到北呢 就是黄河 积水 淮河 然后再加上昌江 这个一共是四毒 那南北走向的 这个运河并不多 当然后来有 这个金航纳运河 那么在此前呢 是有一条运河 叫叫这个洪沟 它是连同这个 黄河跟淮水的 他引这个洪沟的水呢 把大梁城就给泡了 那这个城呢 都是土 土造的啊 长时间一泡 这城啊 城墙就塌了 塌了之后呢 这个魏国啊 他就守不住了 大梁城就守不住了 守不住之后呢 魏王也就投降了 请降就是请求投降 那么秦国呢 就进取其地 那么等于把魏国也给灭了 所以啊 魏国这个 从这个魏文侯建国 在战国战国时期啊 战国初期 春秋晚期 魏文侯建国 一直到现在被灭 那么前后经历 一共是220年了 魏国呢 就是从这个版图上 就已经消失了啊 23年 秦王复昭王俭 强起之 史江 鸡京 取臣以南至平宇 鲁京王 秦王 游至颖臣 京将向燕 立昌平君为金王 反秦于淮南 24年 王俭 蒙武 攻京 霍京君 昌平君死 向燕 遂自杀 这一段呢 说的是攻打 楚国啊 因为这个时候呢 六国就剩下 楚国跟齐国了 因为前面那四个啊 全部都被灭掉了 那么楚国呢 是倒数第二个 被灭的国家 23年呢 就是公元前的 224年 秦王 付招王俭 强起之 史江 鸡京 你看他用这个字啊 就说明他是 这里边是有文章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一开始啊 这个秦王就想让王俭 去攻打这个 楚国 但是王俭说了 说你要让我攻打 楚国可以 但是楚国这地儿 实在太大了 你给我兵少了 我打不下来 那么我嬴政就问他 说那我给你多少病 才能打下来啊 王俭说 你起码得给我六十万 嬴政说 你开什么玩笑啊 六十万是我秦国 所有的兵了 我都给你的话 那等于我京城 一个兵都没有了 王俭说 那没办法 你要让我打 打这个 打这楚国 我就得要这么多人 我少于这么多人 我打不下来 秦王嬴政呢 就这个不太放心 秦王嬴政 我要是把这个心理想呢 我要把这六十万 我都给你的话 你万一造反了 你自立为一个国家 怎么弄啊 那我到时候 我怎么PK你啊 你把我的兵都带走了 你跑到楚国的地方 你要称王 回头你再抽我 我不等的是干挨抽吗 所以说这个 秦王嬴政呢 就多了一个心眼 秦王嬴政就不太相信王俭了 所以他就在全国范围里 他就问 他说这个不用六十万 能不能把这个金啊 也就是把楚国端下来 那么后来呢 又出了一个将军 叫李信 叫李信啊 然后他说 他说我不用六十万 你给我二十万 我就把楚国拿下来 秦王嬴政说 那好啊 那你就那个给你二十万 你王俭你回家歇了去吧 这个就是前面说的 那个王俭 谢病老规 可能就是因为这事 王俭说 那行行行 那你就让他去打吧 王俭呢 就回家说 我老了 我有病了 我回家去休息 这个李信呢 就是带了二十万 到这个楚国去打 李信呢 这可能是出生牛犊 不怕虎啊 但是呢 牛犊 毕竟是牛犊 他不是老虎 所以说他在这打楚国的时候 他是屡吃败仗 后来这个秦王一看 说这个楚国干打也拿不下来 这个兵这么耗 不都耗没了吗 所以就强起之啊 就是强 把这个王俭就这个弄起来 说你不行 这事还得你去解决 王俭说可以 你让我打也没问题 你不但是 我要求还是没变 我还是六十万 嬴政就是思考来思考去 说那那怎么弄啊 那就六十万就六十万吧 所以呢 就给王俭六十万大军 然后呢 就让他攻打京 就是攻打楚国 王俭说你给我六十万 那我就去打呗 所以说就取臣以南至平与 鲁金王 那么就臣呢 就是原来这个春秋时期的这个臣国 也就是现在呢 河南省的淮阳县 从这个地方一直到平与 平与呢 是楚国的一个县名啊 是这个今天河南省的平与县的北边 一直到这个地方 全部都被王俭给拿下来了 而且呢 他最主要的是把这个金王给逮住了 当时的金王呢 就是楚国的这个楚王啊 他是名字叫傅楚 就把他给抓住了 实际上呢 把这个金王给逮住啊 也就等于楚国呢 也就被这个灭掉了 秦王游至颖臣啊 这个秦王呢 也比较喜欢这个寻守啊 到各地去游览 他游到了这个颖臣这个地方 就是指臣国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楚国后来迁都啊 也是迁到这个臣这个地方 所以说呢 因为楚国的首都原来还叫颖 所以呢 就把这个臣这个地方叫颖臣 那么这一年呢 秦王嬴政也就是来到了这个地方 但是呢 这个楚国毕竟很大啊 虽然把这个楚国的首都给端了 然后这个楚王也给逮了 但是楚国毕竟还是有很多这个将军啊 有很多这个贵族 不服这个秦国这个管辖 其中呢 有一个人呢 叫叫相嫣啊 他呢 原来是楚国的一个啊 这个相相嫁原来也是楚国的一个豪门贵族啊 他就不干 他就说 我不行 你把那个秦王 你把那个楚王给抓了 我再立一个 于是呢 他就立了这个昌平君 就是前面说的那个签到影的那个昌平君 把他给拎出来 然后让他呢 做这个楚王 自己呢 挑起了这个反秦的大旗 在哪儿挑起来的呢 是在淮南 叫反秦 于淮南 在淮南这个地方呢 就想跟这个楚国呢 就跟这个秦国呢 继续重新 在这个进行新一轮的PK 当然呢 他肯定也PK不过这个秦国啊 那么24年呢 也就是公元前的223年 王俭跟蒙武这两个大将呢 就开始攻打这个楚国 就彻底的进行这个战后 战场的打扫啊 扫清楚国剩余的这些反抗秦国的残余势力 就把这个楚君呢 彻底就打败了 那么昌平军呢 也就打死了 然后向燕呢 也就自杀了 因为他确实呢 也这个打不过这个楚国 这个向燕呢 他可能名气 当然在历史上名气也很大啊 但是他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后代 那么这个后代呢 就是他的 应该是孙子辈的吧 就是这个叫项羽 这个人呢 在后代是非常有名的 二十五年 大兴兵史王奔将攻燕辽东 得燕王喜 还公代 辱代王家 王俭 遂定经江南帝 降粤军 智慧快级 五月天下大孤 二十六年 齐王健与齐相 后胜发兵守其西界 不通秦 秦始将军王奔 从燕南攻齐 得齐王健 楚国一再被拿下来之后 那么六国啊 山东六国就剩下最后的一个了 就是齐国 齐国这个国家呢 也是这个 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国家 当时呢 这个秦国采用的策略是这样的 说这个跟齐国呢 因为齐国离他比较远 而且兵力也比较强 所以秦国在熟着其他国家的时候 他就担心这个齐国呀 会帮其他国家捣乱 给自己增添熟视的这个压力 所以说他就跟齐王啊 当时的这个齐王是田建嘛 好像是跟他就签订一个协定 说这样 我在那个东边 我在西边 你在东边 咱俩呢 这个井水不犯河水 我打他们的时候 你也别伸手 然后最后呢 等我把这天下打下来之后呢 咱俩是这个东西称东西二利 我在我要西边 你要东边 我东边都给你 你看这样咱俩平身间下 不挺好吧 对吧 所以说我打他们的时候呢 你就别管 就完事了 这个齐王呢 也傻不愣愣的 也就听了这个齐王的这话了 听信他 所以说 秦国人在这个挨个的熟知 这个其他这五个国家的时候呢 这个齐国呀 就是兵力很强 但是呢 他就是坐山宽胡斗 他就不管 他就俩眼一闭 就当这个没看着 反正你齐王你就打呗 打完之后 你不是跟我说吗 反正这个天下 要给我一半 给你一半吗 对吧 那我何必还管你呢 你就去打击呗 结果啊 这个五个都收拾完了之后 这个这个齐王回过头来 就开始收拾齐国了 其实这个笨人呢 就是这个 你就即便再笨 你想一想都是 人家辛辛苦苦打下来土地 干嘛要给你一半啊 所以这个当时呢 这个齐王啊 是是这个也 反正也就听了 就信了这个齐王嬴政的话了 就眼看着这个其他的五个国家啊 在自己的眼前呢 是灰飞烟灭啊 他就不管啊 就是这么历史啊 现在呢 就是这个这块呢 就是基本讲到了 齐国灭亡的这个过程了啊 25年呢 就是公元前的222年 秦国呢 又开始大新兵啊 就是开始这个征调这个兵员呢 叫大新兵啊 让大将王温啊 率领公烟辽东 因为这个燕国被灭了 但是燕国的残余势力 就是那个燕王丹 燕王喜 他并没有被逮扰 他呢 是跑到辽宁东部那个地方了 不重新在那称王了吗 秦王嬴政说 那你别让你在那称王了 我直接也把你给收拾了 就完了 所以说就让这个王奔 率领大军呢 就是攻打燕国的辽东 那么就得到了燕王喜 也就等于是把这个燕王喜呢 就是给盖住了 燕国呢 从这个少公开封建国啊 授封开国 少公呢 就是这个当年周五王 在分封这个封邦建国的时候呢 把这个自己的一个本家 叫这个是少公吧 可能就分到了这个 开封这个 不是开的封 封到了北京这个地方啊 就成立燕国 那么从少公呢 这个做燕国的始风军 那么经历过春秋战国啊 历时啊 将近八百年 那么到此呢 也就是公元前的二百二十二年 也就正式灭亡了 那燕国因为这个 最后的一支残余势力 燕王喜也被抓住了 还公代 然后王奔呢 把这个辽东的燕国的残余势力 把它收拾干净之后呢 回过了头来 就是打代帝的这个 原来那个赵国的公子家 不是在这个地方称代王吗 就把这个地方呢 也给收拾了 所以把这个公子家 也给带住了 那鲁代王家 也给带住了 那等于现在呢 就是说这个公子家 在一被抓住之后呢 等于赵国也就全部被灭掉了 那么赵国呢 从这个赵湘子当政啊 也就是这个战国早期 孙秋末期 那个时候呢 大概是公元前四百七十五年左右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应该是历时二百五十三年 那么赵国呢 也被灭掉了 赵国也被灭掉了 所以说这个 带王家 这个一被 他的这个被抓啊 公子家被抓 也就意味着赵国 正式灭亡 那么王显呢 遂定江南地 那么王显在楚国这个地方 不是还是打这个楚国的地方的吗 那么等于呢 这个这个项燕呢 也已经死了 然后这个昌平军也没了 所以说这个江南 也就等于这个楚国这个地方呢 也是被这个平定了 降越军智慧会籍 这个越军呢 和这个会籍啊 会籍原来是这个越国的这个都城啊 那越军呢 就是可能在这个会籍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小小的越国啊 越国可能是在这儿 当时在战国的时候 越国呢 是被楚国灭的 但是应该是没有 没有被灭利索啊 可能还有一点这个越国的 呃 这个贵族吧 就是这个这个国军的这一组 可能还有一点这个势力 在会籍这个地方 还是狗眼残喘的 那么到今年为止呢 也就是到公元前 222年 那么王浅呢 正式就把这个地方呢 也给拿下了 啊 在这个地方呢 治会籍郡啊 把这个越国原来的那个首都会籍 也化成了秦国的一个郡了 所以整个秦国 那么就是到这个时候为止 就除了齐国以外 全部都被扫平了 就差这个山东半岛的那个齐国了 五月份的时候呢 天下大都 那么基本天下大是已经定了啊 大啊 大仆啊 这字面蒲 蒲呢 就是聚会畅饮的意思啊 大家坐在一块啊 大口这个喝酒 大块的吃肉啊 庆祝天下这个龟啊 大一统吧 已经统一了 叫大蒲 天下大蒲 那所有的这个地方啊 从这个礼 到这个林 到乡 到镇 反正到这个 到村 反正所有的地方 只要有人的地方都开始庆祝啊 26年 那也就是公元前的221年 最后一个国家就是齐国 齐王 田剑呢 跟这个他的宰相 跟他的国相 名字叫后盛 发兵了首齐西界 首齐西界呢 这个时候田剑呢 还是抱着这个梦想啊 说秦国现在已经统一了 那那么这个 现在是不是可以跟这个秦王平分天下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他的梦啊 做到这个时候也基本已经做到头了 跟后盛呢 发兵首齐西界啊 这个首齐西界 守哪呢 也具体也不是特别清楚 大概可能就是应该是 守齐国的西边的那个边缘吧 可能不想让秦国染指自己的国家 不通秦 不通秦的意思就是跟秦国呢 已经不再这个不再不再建交了 因为这个死前呢 这个秦国一直奉行 那个范居的远交进攻的那个策略嘛 这个时候可能他已经看懂了 齐国已经看懂了 说这个秦国好像不想跟我平分天下呀 有点麻烦呢 所以说这个秦国这个时候悔悟过来了 就跟秦国 跟这个西边的秦国正式断交了 但是你断不断交都没用了 秦国你现在即便想跟人家交 人家也不会跟你交了 所以这个秦国也就对他也无所谓了 那所以秦国呢 就派这个将军王奔 这个人呢 对这个统一天下也是立下了汉马功劳啊 王奔王俭恩 像这些这些都是秦国的这个大将啊 这个帮助秦王嬴政 统一天下都是立下汉马功劳的 这个秦国派将军王奔呢 从这个燕南攻齐 因为王奔不是负责熟识这个东北这个 燕国这块地方吗 把燕国熟识干净之后呢 正好从燕国往南打 就攻打到齐国 那么一使劲就把齐王田建了就给拿下了 拿下之后好 那么等于啊 山东六国当中的最后一个国家 齐国也就被灭了 那么从这个田氏戴齐啊 从应该是大概公元前的三百八十多年开始 算起到现在的公 到现在的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 大概前后经历了有一百六十五年左右 那么齐国也就正式的灭亡了 那么秦国呢 也就正式的统一了天下 那么前面这一段呢 讲的就是秦王嬴政 在这个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 统一天下的一个路线图啊 我这里呢 再给重新给大家再说一下 他呢 这个灭掉的第一个国家是韩国 因为韩国离他最近 当时呢 是采用了范居的远交进攻的策略 范居呢 当时给了这个秦王嬴政出主意 说呢你要是这个灭这个三东六国的话 你就挑近的灭 远的人呢 你就跟他跟他这个建交 让他把他稳住 然后灭近的 因为你灭近的国家呢 你灭一个国家 那这个国家呢 你就可以把它并为是自己的土地 那么自己的这个地盘呢 就会逐渐的扩大 所以呢 秦王嬴政就把离自己最近的 也是这个最弱的 这个韩国呢 就先给灭了 当然呢 也包括那个那个东周啊 东周跟西周 这两个小国 这两个小国不是被这个韩国给包住的吗 把顺带 把这个东周两个 东西周两个小国 再加上这个韩国 先把它灭掉 灭掉完韩国之后呢 接下来他灭的是赵国 灭的是赵国 赵国灭完了之后 灭的是燕国 燕国灭完了之后 灭的是魏国 魏国呢 就是随盐大良城 把这个魏国也给灭掉了 魏国灭完了之后呢 就是灭的南方的楚国 当然灭楚国的时候呢 他可能费的力气比较大啊 一共用了60万的大军 在大将王俭的带领下 把楚国终于给灭了 那么楚国在灭完之后 最后一个灭的就是齐国 那么齐王田建呢 也就成了齐国的最后一个国军 自至此为止呢 就是到了公元前的221年 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统一中国的这个大业 也就正式结束了这个封建的历史 那么中国的历史呢 也就从此进入了这个帝国时代 所以呢 所说的这个封建封建 以前我们经常这个 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 学那个历史课本的时候 动不动就说 中国封建的时候 我有几千年的这个历史 其实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因为封建这个词 它本来的意思呢 就是封邦建国 封邦建国呢 它只存在于 只存在于先秦以前 从这个唐瑶到渝顺 到这个下雨 然后再到商再到州 这些朝代呢 基本都是属于封建国家 因为这个每一个国王 每一个这个帝王啊 他这个统一国家之后呢 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条件 太弱了 管这么大的地儿呢 他也管不过来 所以说呢 就把它分封 分成各个小诸侯国 由他们自己去管 就这样的话 就这种体制呢 一直延续到周王朝 周王朝呢 还不错啊 他一直坚持了八百年 所以到这个战国之后呢 这个整个周王朝 被灭掉之后 到了秦国 那么秦王嬴政一看 说这个以前的封邦建国呀 这种制度不是特别靠谱 还是采用这种郡宪制啊 由中央集权管的方式 可能更靠谱一点 所以说他就一改以前的这种 封邦建国的体制啊 把整个国家都统一在一起 就建了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帝国 当然在当时啊 在当时算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帝国了 那么中国呢 从此以后就开创了一个帝国的时代 那么从这个秦朝 一直到汉朝啊 到这个三国到魏晋南北朝啊 然后到隋朝唐朝 这基本都是属于分分合合啊 但是总体的情况呢 还是属于和啊 属于帝国时代 然后唐朝宋朝啊 明朝啊 这个呃 元朝 明朝啊 然后一直到这个清朝啊 一直基本还是处于一个统一的时代啊 啊 所以说这个呃 今天呢 基本就先说到这里啊 然后我们呃 下次的时候就是从这个秦国统一了 啊 六国以后 然后我们再继续读这个秦始皇本记啊 啊 然后我们再继续读这个秦国统一了